谢谢大家 我再操练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要调整 跳到前面或者后面 对已经就这样 我看一眼 我给你熟悉一下 这个 看看这边 这边是这样的 嗯 嗯 对 对啊 对 行 我就是把这个熟悉一下就行 一般不会 但是有的时候 没有 他说现在真有时候 有没有东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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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开始吧教授 嗯 稍等 嗯 可以了 我这边有先有一个介绍啊 嗯 开始啊 嗯 开始啊 开始 好的 各位朋友早上好 欢迎来到国际如雪联合会 如雪与企业管理委员会 主办的大道之心讲堂 今天是我们系列讲座的第52讲 我们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张帆教授 为大家主讲 猛颂战争 为何绵延40余年 首先我为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张教授 张帆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曾任历史学系主任 中国原始研究会会长 代表作有 元代宰将制度研究 中国古代简史 元代文化史 原典章等等 等等著作 然后总共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在学术成果上非常的丰盛 那么现在呢 我们有请张教授 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讲座 有请 大家好 今天很荣幸能够参加我们儒联举办的讲座 大道之心讲床 这个题目呢 是猛颂战争为何年年四十几年 这题目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主办方指定的 大概是前几个月 我们协商了这么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呀 就其实就像这样一个问题 猛颂战争为何年年四十几年 那其实就是讲这原因 应该是几句话就可以交代 就是说大概也就是五分钟 我就可以把这个原因讲出来 不过呢 那就比较那个简单了 就实际上这些原因呢 你总得把它放到那个历史的那个背景里面去 然后呢 进行这个比较具体的这个解释 还是要结合过程来讲 所以实际上的话呢 我会怎么讲呢 我会把这个猛颂战争的过程讲一遍 然后呢 在这个就是通过过程讲完以后 我最后再把这个原因概括出来 实际上呢 我可能在这个讲过程的时候呢 大家就已经会慢慢的体会到这些原因 这些原因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复杂的 都是那个以往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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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各种学者都研究过 概括过就那么几条 其实没有 我自己没有什么新见解 就是说他这个 我的这个见解都是转述 学术界已有的这些看法 所以主要的是 我们要把这个战争要讲讲 因为这个战争很有特点 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次 中国古代的一次改朝换代的战争 但它又和一般的改朝换代的战争不一样 比方说我们这个题目展现的 时间很长 拖得很长 这种情况 一般来说我们讲改朝换代的时候 我们都不会拖这么长 然后呢 它又是一个不同民族政权的战争 就是说蒙古方面 蒙古后来改名就是定名叫元朝 它是这个比较 就是它是个草原游牧民族 和中原的那个生活方式 什么那个那个思想方式 好多好多都不一样 它就和那个汉族的改朝换代什么的 这个就有所不同 然后呢 就是这个蒙古自己呢 就是这个这个 又经历了一个变化 一开始是个草原帝国 后来变成一个那个 传统的中原模式的王朝 那它这个到 虽然说有民族战争的一面吧 到最后 元朝灭南宋的时候呢 这个民族色彩也没那么明显了 看上去呢 又像是中原政权 这个这个之间的一次更替 就是这种汉帝政权的更替 所以这个战争呢 它是性质比较复杂的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大概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原因呢 我们会在最后再统一的归纳 想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战争背景 就这战争这么大起来的 实际上主要就是介绍这战争双方 它的一些特点 和就是那个 那个 这个相关的情况 然后讲战争经过 战争经过大概可以分两个阶段 那么最后呢 就是这个战争长期持续的原因 就是这个 为什么会拖这么久 做一点概括 主要是前两个大问题 背景和经过 战争背景呢 我们主要是介绍这个战争双方 它是怎么那个 比方说这双方 它本来都挨着 隔得很远 怎么慢慢的挨到一块又打起来的 那么这个战争双方呢 有一方是蒙古 蒙古它是在当时来说 算是一个新崛起的一支势力 而战争的另一方南宋 南宋是一个传统的 我们这个汉帝的王朝 南宋本来 它的前身是北宋 因为北宋被经朝灭了 然后呢 北宋的残余势力退到了南方 才建立起来南宋 就是把这两个双方的这个情况 给大家做一个交代 大家看现在这张地图 这就是我们那个什么教学啊 或者是一般的教科书上 混进这张地图 就是在那个 比方说13世纪初的时候 当时我们国家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政权林立的情况 那么当时呢 那个就是在汉族地区 主要是金朝和南宋的这个对峙 金朝是东北女真族的这个王朝 他呢入入中原以后呢 就是说这个取代了过去的北宋 但是呢南方他控制不了 南方是由南宋在统治的 在咱们这个稍微西北的地方 还有西夏 西夏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北宋时候就有的政权 再往中亚那边 新疆到中亚这一带 还有西辽 这是辽朝的这个残余势力 在咱们这个西南方 有这个大理国 就是云南 主要是云南地区 这个大理国的历史很悠久 基本上是跟北宋南宋 同时建立 同时灭亡的 就是他也有300年历史 那个时间很长 然后可以看到呢 这个在在草原的这个呃 北方草原 我们这写图上写的是蒙古诸部 就是他不是一个统一政权 他有好多部落 蒙古是其中的一部 那么在咱们这个青藏高原呢 是我们这图上写的是吐蕃等部 就是藏族的祖先 他也不是一个统一政权 他也有好多部落呀 特别那时候的西藏的那个 藏传佛教 他有好多的教派 各有各的这个势力范围 所以当时的那个 今天的这个中国版图 在那个时候 是分成好几块的 呃 历史的发展的过程 就是到最后 这个北方这一块 蒙古诸部的蒙古 先把北方草原统一 然后一个一个的最后 把这些政权或者是势力 全部都吞并 形成一个大范围的 比较统一的这么一个元朝 呃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讲的蒙宗战争 就是这个过程当中的一部分 呃 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 这只新势力 怎么崛起的 介绍一下 蒙古的崛起和过章 首先我们要呃 说一下 大家都知道蒙古是一个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在中国古代 有好多 呃 主要是在北方草原 呃 从那个汉代的匈奴开始 一直这样 就是出现了好多吧 到最后 到了这个 呃 蒙古 算是最后一个游牧民族 因为在蒙古之前 草原上有好多游牧民族呃 频繁更替 但是蒙古出现以后呢 就没有了 以后就是只有蒙古这一个民族 在北方草原活动了 所以这个变化也是比较大的 不过呢 呃 因为我们在这要讲的 这游牧民族呢 呃 作为蒙古 他的这个 后来他的势力发展的很大 呃 跟南宋战争 呃 又打的时间很长 所以我们要把他的特点介绍一下 呃 他的特点呢 又又又是 可以说是 古代的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 有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个就是 我们这列了三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 基本生产方式是畜牧家狩猎 呃 他的那个 就是这些游牧民族 他平常怎么生活呢 主要是放牧 呃 那个 然后呢 他也会搞一些狩猎活动 呃 主要靠这两个那个 那个那个生产方式来 就是来维生 谋生 他基本没有农业 呃 虽然说有的时候 他历史上看 我们游牧民族 有的也会搞一些农业 规模很小 都是 都是那个 那个试验性的 而且有些也和他们 俘虏中原的汉族农民 呃 就是抓俘虏 让俘虏家的干活 有关系 他自己是 他那个环境也很难搞农业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 他的流动性比较强 他不定居 不定居就是说 他不盖房子 也不建成 呃 他的序幕也是游牧 就是这个游牧民族 这个游字特别有 他的特点 就是大家去草原可以看到 呃 就是他们会住帐篷 帐篷的话 就是说 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拆掉 然后呢 再 迁移到别的地方 再搭起来 呃 如果是个房子 那就麻烦了 但帐篷的话 这个比较 容易 嗯 呃 他的流动性呢 有几种情况 一般来说 他是随着季节的那个 这个这个变化 四季 会有定期的那个 更换 序幕场地 转场 但是在有些时候 碰到大的自然灾害 或者是一些 中大事件 他也会长距离的迁移 呃 这种突发性的情况 也是有的 反正他流动性很大 第三个 他的这个 序群结构 就是他饲养的牲畜 主要是三种 马羊和牛 呃 这里面养的最多的是羊 我们今天去草原 也可以知道 这个牧民 主要是养羊 呃 羊的话呢 他是比较那个 就是数量会比较大 然后呢 马 我们这儿 我在这个上面 把马列的第一位 马的数量 虽然没有羊那么多 但是马是 他不光是他的财产 马也是他的生产工具 因为他 放牧也好 狩猎也好 打仗也好 都得骑马 他要不骑马的话 他这个民族的 能量就小多了 所以马这次来说 也非常重要 另外他还养牛 养牛主要用来拉车 就是他迁移的时候呢 那个那 他那些帐篷什么都得拉着 那个东西也不少 所以 总的来说 我们就说这个 游户民族有这么几个特点 这个特点啊 我就要说一下 这是那个司马迁 在那个公元前二世纪的时候 写史记 就把这几个特点都写到了 司马迁当时写了一篇 匈奴烈传 做了这个分析 这个司马迁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概括吧 当然司马迁原来有一段话 我是通过这段话 总结出上面三个特点 这个概括 到了蒙古 完全适用 有司马迁说的 匈奴怎么样怎么样 那些特征 蒙古都存在 所以可以知道 这个草原游民族呢 他也是有很长的这种历史 而且他有一些 很多特点 他是比较一以贯之的 嗯 呃 那么详细的我们就不讲 我们主要就讲讲这个特点 然后呢 我们大家要还要稍微有一个地方重点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 刚才提到的 狩猎生产方式 对他来说 特别重要 呃 对这个游牧民族来说 而一般的我们爱好者 可能会忽略了这个 狩猎这一点 就是说这狩猎 那个 你说游牧民族嘛 肯定是放牧 这放牧 大家都会 影响比较深 但狩猎的话呢 狩猎是这个 可能 不一定大家能够想起来 好像就是说 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的活动 可是实际上呢 狩猎非常重要 因为在古代的草原上 野生动物很多 呃 野生动物会 可能会把牧民的羊吃掉 或者跟牧民的羊 强草吃 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不光为了增加食物 就为了保护畜牧业 保护草地 也得搞狩猎 当然在那个时代呢 在古代那个狩猎 反正到草原上吧 狩猎的话 怎么搞法 如果单打独斗的搞 也可以 但是单这个效率比较低 呃 比较来说 效率高的方式 就是说 集体 呃 把它做成一个集体活动 而且是那个 得得搞很多人 呃 做计划 分配任务 呃 最后呢 按照那个计划们 执行 布这个包围圈 把很多的这个 动物围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围在当中 最后下一补杀 这个围猎 就是所谓的围猎了 这种围猎呢 在古代 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这种活动呢 训练了他们的 组织管理能力 搞这个 他挺麻烦的 他不是说那个 一个个人的事 他在需要 呃 做计划也好 分配任务也好 补充 就是这个呃 做具体的这个执行也好 包括后面的这个纪律 就是严格按照计划执行 以及最后的产品分配 既要照顾集体利益 又要多劳多得 都得互相结合 这个挺不容易的 呃 这就是为了游牧民族以后呀 那个 建立 帝国 王朝 进行管理 其实是做了一种培训 如果没有狩猎 围猎这样的活动 他单靠畜牧业 他很难发展出这种复杂社会 呃 所以这个狩猎是值得注意的 而且呢 狩猎还训练了这些 草原游牧民 他的这种 骑射技能 就是说他的 打仗 他的那种 个人能力 骑骑 骑马射箭 骑在马上 在奔驰当中 射箭 还能射得很远很准 这个你一般人 你不经过成绩训练 是没这个能力的 但是游牧民族 因为从小打猎什么的 他就有这能力 而且呢 狩猎的这种战术 呃 对对付这些野生动物 呃 他有很多的那个 固制圈套啊 这些什么的 余回包抄 这都会 成为游牧民族 将来打仗的 那个 很自然 他就会把这些 经验 或者说一些技巧 用于战争 所以狩猎这个事情 是对我们的这个 呃 国大挑战的游牧民族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这而这一点呢 经常被人忽视 需要讲一下 那么蒙古族 当然就是 前面的一些情况 他是个游牧民族 狩猎对他来说 也很重要 这都是和其他民族一样的 具体 那么在这个 我们说到了这个 呃 蒙古崛起之前 是个什么情况呢 呃 比方说在十二世纪后半叶 就是一一五零年以后 当时在中原已经 金朝已经完全 统治确立了 那么在西 在西北有西夏 再往西有西辽 但在草原上 他有大大小小的 好多 部落集团 蒙古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而不是全部 但后来这个蒙古 把草原全都统一了 那就都叫蒙古 可是一开始不是这样 一开始的话 他有好多集团 蒙古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个 他的位置在今的 呃 蒙古国 就是那个墨北草原 中部偏东一点 他比较偏东 呃 就这么一个情况 那后来那些别的集团 都被他给 或招降或征服 呃 他就他最后成了一个 竞争的胜利者 呃 因为我们是讲蒙松战争 我们不是讲蒙原历史 所以我们就比较简单的 把他的这个过程交代 总之 到了公元1206年 蒙古的首领 成吉思汗 他叫铁木真 成吉思汗是后来的一个 一个尊号 他就把那个草 就刚才这一大片草原都统一了 而且成吉思汗在那个 统一以后呢 他建立了一个草原帝国 相当于 这个草原帝国和中原的王朝不一样 他的管理方式啊 什么的那些制度啊 都是差别很大的 呃 他比较简单 但是他也有 也有一些制度 呃 他的制度简单的说 就是有几个方面 一个是 第一个是建立千户百户受封制度 就是把这个草原那些游牧民呢 按照石进制的那个单位 给他编起来 编起来 加以统一管理 呃 无论在序幕 在在生产 或者是在这个 这个这个赋税 就是征收 以及军事蒸发 征兵打仗 都是用这套系统 石进制 呃 千户百户是简单的一个表述 实际上呢 他下面有十户 上面有万户 而且他这个千户百户呢 对以后的历史影响很大 是因为成吉兰在建立这条制度之后呢 把一些草原的 被他征服的敌对部落给拆散了 拆散以后呢 重新编主 这样的话呢 就有利于促使这个蒙古部落 慢慢的把别的部落消化掉 形成一种稳定的民族 到最后 到最后那个 就是元朝灭亡以后 但是蒙古族并没有在舞台上消失 而是继续在草原活动 一直到现在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以前那些民族 要不然就消失了 他就瓦解了 要不然他就迁走了 但是呢 或者在迁移当中逐渐的消亡 只有蒙古是到今天为止 还是我们就是一个重要的民族 呃 还是很有 这个 就是长期持续 呃 那个很有活力的这样一个民族 这是不容易的 那这是蒙古和成吉兰当时的制度建设分不开的 当然也和他后来蒙古的强盛时间的维持着比较长 他有充分的时间来消化 被他扔过那些部落有关系 以前的民族呢 这方面都不够 一个是制度上可能就没有蒙古做得这么到位 另外呢 他的还是崛起的 就是顶峰的时间太短 来不及消化别的别的族群 自己就一千垮了 那就那就不行了 曾经三这些制度 一个千后百户受封制度 还有一个是创建谢学护卫军 就是建立了一支卫队 来巩固他的这个王权 呃 还有颁布了法律 设置了法官 创造了他的本民族的文字 而且还分分子弟 就把他的那些儿子和弟弟呢 都是就是分分在他的那个 这个这个帝国的两翼 就是东边西边 把弟弟呢分分到了东边 把儿子分分到了西边 反正就经过这么一套的 这个这个这个 嗯 操作 最后把这个帝国的框架就建立起来了 呃 这个我们也不详细讲了 因为我们只要是讲战争的 他这个帝国基本建立起来以后 他就进入了一个对外征服战争的 这么一个阶段 呃 我们都知道这蒙古的军事 在军事上很厉害 他的这种骑兵啊 他的这种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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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灵活的战略战术等等等等 都是呃 反正取得了非常 那个良好的这种效果 呃 征服了很 非常多的地方 呃 有好多的战争 这些战争呢 放到我们今天 以我们中国历史的视角来看 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中国周边 或者边疆地区的征服 这个主要讲的是 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那个 就是咱们中国历史角度来看 呃 他当时他打了一些地方 这些地方后来呢 都成为中国领土 呃 这里面呢 我这列了一共六 一共六 其实还不止于这个了 但是主要就是这六次军事行动 首先收复维吾尔 呃 维吾尔当时呢 主要称活在这个新疆东部 它是一个半独立的政权 然后呢 灭西辽 就把那个辽的残云势力 其实的地盘很大的 那个西辽帝国给灭了 然后灭西夏 然后灭金 然后收复吐蕃 就是把那个新南高原的 这些当三佛要的势力 主要是招降 就招降了 然后灭大理 就是占领了云南 灭掉了那个大理国 到到此为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并没有列上南宋 因为南宋是最晚最晚 他就就已经到了那个 元朝的 就是蒙古人已经 入住中原 并且建立了中原模式王朝以后 才把南宋灭掉的 在草原帝国时代 他就完成了这些战争 只有南宋还没有解决 别的都解决了 这已经很不容易 南宋就是最后最后 才被征服的 那么在草原帝国时代 他通过这些战争 把中国的周边地区 这个一个一个征服 这位以后 元朝这个大统一的局面 已经奠定了基础 但是我们要讲 蒙古的战争 还陷入这些战争 他还有 有些战争是超越了 中国历史范围的 就是这些 那就是下面这个表格显示的 三次西征 三次西征呢 基本都是沿着这个欧亚草 就是这个内陆草原 由东往西打 第一次主要是 设计在战争者 在中亚地区 第二次就达到了 那个欧洲了 就是主要是俄罗斯 以及欧洲东部的一些地方 第三次战争就达到西亚 主要就是两河流域 最远到叙利亚这一带 那么它中间就征服了 这个伊朗 伊拉克 在内的大天地区 那么这些战争 它就 所以的范围 就超越了中国历史的 那个范围了 但是我们讲历史 讲中国历史也会讲 但是可能这个战争 对于世界史 这个研究来说 可能 放到世界史讲 更合适 它是一个世界性的 这么一个时间了 这就是那个 就是蒙古这个战争 是发动了很多的 而且是这个 影响很大 但是是这样的 这三次其争 我们会 刚才说 说三次其争 它打的范围 超过了 超出今天中国的那个范围了 我们讲中国历史 有的时候可能对它 就比较简单的一比赛过 但是我们在这个讲座 里我们还要讲讲它 为什么呢 它直接影响了 猛颂战争的长期持续 就是说 假如它没有这么多的戏争 它一门心思往南打 那可能 南宋的抵抗 也许会持续不了 那么长时间 也许会 这个猛颂战争 结束就会比较早 但是由于它 这个四面出击 主要特别是 这三次戏争 这个耗费的 这个资源和人力物力 那是相当大的 没有完 就是说 用主要的力量去南下 这样的话呢 就是事实上造成了 那个猛颂战争的拖延 就是这些原因呀 我都会在这个 讲座里就会慢慢的提到了 大家可以去 体会一下 所以在这儿 我们对于西征 还要做个简单介绍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在这个图里 这就是成熙三时代的草原 蒙古势力扩展的情况 这中间 这个 这个 这个粉色的 这个 稍微 颜色深的地方 基本就是 今天的这个蒙古 外蒙古到内蒙古的 大草原 这个区域 这是成熙才建立 草原帝国时候的疆域 那这个呢 跟古代的那些 中国历史上的 这些北方民族差不多 但是 但是什么呢 那个 就是 这个 后来它就 逐渐的往外 拓展 延伸 当然你可以看到 它延伸到这个 比较淡的 这个粉色的 这个区域呢 它确实大了好多 但这个大了好多吧 它 往西 延伸的多 往南 也有一些延伸 但是好像不是延伸的 特别广 这就是因为 成熙才呢 本来是往南发展 正在 大清朝 但是呢 由于一个突发事件 他决定 用主力西征 而且成熙才的 晚年 基本是在这个 西征战争中度过的 后来西征结束不久 他就死了 这样的话 他的这个 帝国 就是 明显的是 往西 走的比较远了 这就是 这个 他的第一 蒙古的第一次西征 已经看出来 他的发展方向 就一开始 就是两个方向 往南往西 因为往东呢 就没什么地方可发展 往北呢 都是荒芜人烟 西伯利亚 也没什么可发展 但是往南往西 都是有大量的 这个老百姓 有发达的文明 有这个 各种各样的资源 所以他主要是 这两个方向 往西发展 那就比较远了 这是他决定了 他以后的这个 蒙古帝国的走向的 一个事情 为什么要往西发展 往西都是跟谁 主要对手是谁 这个我们要做一点交代 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 那个 在元朝以前 在蒙元以前 或者再早一点 比方说我们 现在一下子退掉唐朝 在唐朝时候 当时的 整个西 从以西亚为主 到中亚 甚至于到北非 广大地区 当时是由一个 是由阿拉伯帝国控制的 阿拉伯帝国 就是在这个 随着伊斯兰教的 这个创立 形成这样一个大帝国 它也是曾经横跨欧亚 而且把伊斯兰教呢 传播到这个 就是这些 以中亚西亚 包括北非为主的 大片地区 就阿拉伯帝国的 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但是阿拉伯帝国呢 在它鼎盛时期 过几后 它逐渐走向分裂 它的阿拉伯帝国的 首领 就是也是伊斯兰教 世界的宗教领袖 叫哈里发 大家可能看过 一千年一夜 那里面的那个 就是讲到阿拉伯的 那个最高的首领 哈里发的那个故事 阿拉伯的帝国的首都 在巴格达 今天的伊拉克首都 后来吧 那个帝国本来很大 但是随着时间 突移着慢慢慢慢移 也是管理上松散了 走向分裂 走向分裂的特点 就是说 它的这个政权还在 但它的直接控制上的 越来越小 就收缩到了巴格达 这一带 就是两河流域 其他的地方呢 都还名义上尊重它 认为它是宗教最高领袖 但是政治上 逐渐其实是脱离它的控制了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那么在到了这个公元 11世纪后半期 到12世纪初 在中亚西亚地区 就出现了一个 比较大的政权 叫花拉子摩 花拉子摩就是 大家看那个这个图上 这个这个西征这表 第一行 就是第一次西征 它的时间是 哪年到哪年 谁统帅 对象是谁 打谁 打的就是这个 花拉子摩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是怎么回事 就是它是从阿拉国 这个帝国的范围当中 发展出来的一个 地方性的政权 但是它的势力很强 我们看这个图 花拉子摩在它的 那个建立以后呢 通过不断扩张 它覆盖了今天的那个 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这两个斯坦都是 它都是全覆盖 另外呢 它还把势力延伸到 整个伊朗地区 伊朗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再加上阿富汗的 大全地区 哈萨克斯坦 很多地区 塔吉克斯坦的 很多地区 总之是那个 它的这个范围 是覆盖了中亚到西亚的 一个很广位的一个范围 这个国家 是崇拜斯坦的 西征对象 那这个国家 按说离中原挺远的 离中国 包括离蒙古高原 草原也都很有距离 它们怎么会打起来呢 它这是有个偶然事件 主要是根据律史记载 就是说是这个蒙古的 这个当时有一支商队 就是沿着这个斯坦之路 往西走去做生意 这个商队呀 在这个花拉紫摩这个边境附近 被当地的一个将领给杀了 据说这将领呢 看上了这个商队的财物 东西好东西很多 就起了贪念 就把人家人给杀掉 东西没收 为什么把人家杀掉 说人家是间谍 就这么一事 这些商队呢 其实也都不是蒙古人 因为蒙古人 那个时候他不会经商 都是这些穆斯林 就是那种 自唐代以来 这个各种在西域啊 什么东亚的斯坦之路上 频繁往来的这些 这些穆斯林商人 他们替蒙古人 就是拿了本钱 替蒙古人来经营 结果就被这个花拉紫摩的 这个边境的一个大将给杀了 杀了以后吧 那个崇斯坦就派来去交涉 但交涉的人也被杀 这一下崇斯坦就受不了了 所以他就经过 据说他经过认真思考 他在他的那个草原上 他的部落旁边的一座山上 待了三天三夜 他别的都不让上去 他自己上山了 上山以后呢 三天三夜以后下山 宣布说 上天给了我启示 让我新政 就是说 上天的意思 就是我新 这个故事反正就出名一点 就是说他这个决心啊 不是随便下的 不是当成就就说新政 而是他经过 还是经过思考的 他觉得这个 这个这个报仇这个事 他觉得前面这个 这个商队被杀 使者被杀 太屈辱了 他要去报仇 本来他在打清朝 清朝也打的 差不多正在那个 就是已经有很大的进展 但是他现在放弃了 这个清朝这个主攻方向 他留了一些部队 在中原继续打 但是他的主力就新增了 呃 我们看这张图 这个他基本上是 一二一九 一二这个事情是一二一九年 那个战争开始 他带着军队十五万 呃 最后打到了华拉子摩 然后经过的几年战争 把华拉子摩 完全给这个国家灭掉了 呃 华拉子摩的国王 跑到了离海 这个一个海岛上 就就病死了 呃 成山的部队 为了追击华拉子摩国王 追了半天没找着 就追到了黑海 那就在黑海那边 转了一圈回来了 呃 后来他们就班师 就撤回草原 在整个这个过程 持续了这个 呃 六大约六年时间 六七年时间 就把那么一个中亚的 强大的国家灭掉 呃 而成山回来以后 不久 也就身体不行了 后来他又去打西夏 在西夏灭亡的差不多同时 成山就病死了 这就是蒙古帝国 最早的这么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可以看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是打了好多仗 而且 地盘绵延的比较广 但是呢 特别这个西征 这个事情是偶然发生的 并不在他们的最早的计划之内 他本来应该往南发展 呃 那后来 把发展方向就有点 就就有点调整了 这个其实对 虽然说这些事情 包括他的西征战役 大量的战役不发生在中国的版图之内 但他对中国历史有影响 那就是以后的 他往南的势头和那个 推进速度就明显的放缓了 那其实也可以这么说 蒙松战争的这个这个 都是于爆发什么的 这些后面的这个 进度都退迟了 这是这个 我们讲这蒙古早期的 这个扩张的情况 然后呢 我们要讲一下 等云山回来以后呢 呃 灭了西夏就病死了 病死之后 他的儿子 第二代领导人 温和台 呃 在位 温和台呢 就继承他父亲的遗志 干什么 还要去灭金朝 因为金朝这个王朝呢 他是跟这个蒙古这些部落呀 他是有仇的 因为我们看刚才那个金朝地图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金朝是从东北崛起的 入住中原 而这个蒙古 他们这部落吧 又是在草原上 比较偏东的一个部落 那么这部落呢 就是他离金朝的那个范围呢 比较近 他们就打过好多仗 就是成三的祖先 呃 有那么一两位 家族成员 都是被金朝给俘虏 而且给杀掉的 又有仇 这个重新三 其实他最早的时候 他主要目标 他的这个作战目标 就是金朝 因为要报仇 中间就等于是 被突发事件 那个 那个 改变了计划 去西征了 呃 但是金朝这个事 他还没完 他也不会 放弃 所以到了那个 第二代的大韩国台的时候 就重新又捡起来 这个计划 灭金 那么灭金呢 金是这样的 金朝 一开始在成三时候 金朝就顶不住蒙古的进攻 就已经放弃了华北 就是把这个什么河北山西这地都都都都都不要了 也不是完全不要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来全面防守 他只能交给一些地方势力 你们自己看着办 那么金朝的这个皇帝 呃 那个整个的主力 退守河南 就退到河南去了 在河南这个地方坚持又 扛着这个蒙古的进攻 扛了一段时间 如果蒙古当时全力的大金朝 那金朝也撑不了多久 但是蒙古 因为西征了 所以的话呢 那个金朝就缓过口气 等于就就撑了很长时间 呃 将近二十年 那么等到这个 那个 现在沃国台 呃 这个这个大韩 他又发起进攻的时候呢 金朝就不行了 不过当时蒙古灭金 这个这个战争值得注意 他怎么灭的 他正面进攻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金朝防守的也比较严密 他采取的办法是大范围的长距离的余回报仇 他正面也有军队进攻 但是呢 有一支部队是从后面绕到后方去了 他从那个陕西西部进入到汉中盆地 然后呢 呃 也在通过汉中盆地绕到今天的湖北 又从湖北背后绕出来进入河南 最后再一次 重要的战争当中叫三丰山之战 金朝的主力 一下就给殲灭了 就等于是这个 这样的一个打法 是金朝没有想到的 金朝都主要在正面进攻 但是呢 没想到背后杀出一支蒙古的这个军队 那这一下就扑苦 就就就扛不住了 金朝在这场战役之后不久就很快灭亡 那我们要介绍说的是 在整个这个战役当中 南宋就出现了 我们这个讲的蒙宋战争 这刚才讲的半天都是蒙古蒙古 但是战争另一方 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为什么呢 因为蒙古人从后门绕过来 这个路线 它是要经过南宋的疆域的 这都是南宋统治区 在这个汉水流域 是南宋的地盘 你从南宋地盘过 你总得跟南宋说一声吧 当时他确实是跟南宋也说了 但是呢 门运蒙古的气焰很嚣张很厉害 你让过我也得过 不让过我也过 而南宋呢 当时在地方上 他的那个防御的力量也有限 他确实他没敢去阻拦 等于他是默许 那个那个 蒙古军队穿过了自己的国境 绕到了那个河南 最后把金朝一举打垮 在这个过程当中 蒙古和南宋也慢慢的就互相联系上了 有联系了 到最后 公元1234年 蒙古最后给金朝最后一期 那个时候呢 蒙松都开始合作了 宋朝也派出了军队 共同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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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组成联军 把金朝最后一个皇帝包围在河南的那个 这个汝南 最后就 那个金朝皇帝自杀 那个 鸟精灭亡了 所以这个蒙宋这时候 有了接触 而且还发展出一个 早期的合作关系 这是蒙古灭金这个事情 这很大的事 当时甚至于南宋也参加了这个活动 但是我们待会还要讲到 双方合作了这么一次 合作完了以后呢 就关系破裂了 因为蒙古当时的那种扩张的事都很明显 就是很明显他是要 就是不是说灭掉一个金朝就要满足 他还要继续扩张 那南宋就直接受到了威胁 而南宋呢 又想通过灭金捞取点好处 看能不能把那个当年被金朝 那个占领的地盘 夺回来一些 所以难免呢就要和蒙古发生冲突 可是在密宋以后 蒙古的高层开会 又做了一番讨论 最后的结论是 我们国家怎么发展 那最后 还是得出一个结论说 我们主要还是要往西发展 结果就发生了第二次行争 就是巴东西争 巴东是崇旭山的孙子 那就这次行政就打到了这个俄罗斯 当时的俄罗斯呢 还没有这个统一的国家 都是一些小的城邦国家 像莫斯科 它就是一个一个小国 基辅 乌克兰这个基辅是个小国 这些小国是抵挡不了蒙古进攻的 蒙古人先打到了莫斯科 又打到这个基辅 乌克兰这一带 然后又进入到欧洲 就是波兰 德国 匈牙利 在这边大打一番 最后又转到巴尔干半岛 到大概半岛的时候呢 得到了消息 说最高领导人 大汗欧国台死了 病死了 就是大汗去世 那他们就决定 那说明 那个 因为什么呢 大汗去世以后吧 蒙古的那个当时的制度 就是 最高领导人的这个产生 是要经过这个高层贵族 主要是他们家族 这些这些什么兄弟啊 书掰啊 什么这些人 共同开会 选举的 那这些大贵族 听说大喊死了 他都得回去开会 这样的话 战争就结束了 这第二次戏争 这次戏争就比较厉害了 就打到了这个 这个欧洲的很远很远的地方 而且这次戏争你也可以看出来 当时 其实蒙古灭了金以后呢 对于南宋 没有把南宋 看成一个主攻对手 说这个 虽然说跟南宋 已经有冲突了 他也打南宋了 但是他主力 还是放在了西边 当然他怎么打南宋的 这个咱们后面再讲 关于他的第二次 蒙古的第二次戏争 这个就比较复杂了 就打这个战争 就很有特点了 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蒙古人在 第一次戏争以后 他整个的心态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自古以来 游物民族对农业民族作战 他有这么几点吧 就是有有有 他为什么要跟农业民族作战 他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一般是抢东西 就是因为游物民族 他需要农业社会的很多产品 他自己没法生产 他又很需要 他可以通过贸易来获取 但有的时候贸易渠道不畅 他就抢 他打你 因为他反正军事上有优势 所以抢东西 这是掠夺 这是游物民族 对外作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报仇 因为历史上 他和这些周边的民族 有各种恩怨 互相攻击 互相杀戮 那这个仇就结仇了 他老想来的事报仇 所以很多战争是 以复仇为 这个目标的 这样的情况也很多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在蒙古的第一次战争结束以后 蒙古整个那个状态变了 他再打仗 他没有什么原因了 他不为了报仇 不为了报仇 为什么呢 因为对方完全不认识他 没听到 不知道哪来的人 就是说对方在被打的时候呢 完全糊涂 不知道打我的人是谁 不认识 没接触过 他就打人家 跟报仇毫无关系 掠夺 掠夺有点关系 他确实打这些国家 又抢很多东西 但是呢 掠夺也不是 应该也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东西已经掠夺了很多了 在当时蒙古的那个势力已经很大 他通过打金钞 通过第一次戏征 他已经站在大片的地方 掠夺了很多资源 按说他再掠夺的那种迫切 没有那么迫切了 所以基本上感觉到蒙古的期征啊 到第二次期征以后呢 他就变成了一个 不是没有什么原因 就是见谁打谁 以后变成这么一个风格了 为什么要见谁打谁 那就是说 他感觉我是上天派来征服全世界的 只要是说有一拨人 那是说这拨人 还有这么一拨人 我知道他居然没投降我 让他去打他 就这么一种 就不讲理了 等于是 这样的一种战争 是以前没有过的 所以欧洲这些国家 没叫他没惹他 跟他没关系 他一下就打到人家那个地方去 消灭好多的小国 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种情况是过去 没有发生过的 没什么目标 就是打出一种状态和感觉 有一种使命感 好像上天让我减肥打谁 我就应该是统治全世界 谁不服我 马上消灭 你要赶快来投降 那我也可能不打你 但是你要投降的慢 或者是犹犹豫豫 就不归顺 那我就对你不客气 他以后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们看到 在蒙古的新生 那个时候呢 欧洲人是一种什么状态 在俄国的史书 诺夫哥罗德编年史当中 当然这是咱们翻译的一些文字 那里面的这样描述 说由于我们的罪恶 我们不知道的部落来到了 就不知道是在哪来的 这个被打得晕头转向 也不知道对方是谁 就感觉到好像是 那个外星人到了一样 就跟你语言不通 文化不同 不知道不认识 压根没听说 你这么一拨人 我来了以后呢 打得落花流水 那个破坏很严重 和外星人感觉一样的 这样的一种情况 当时的欧洲那些国家 当然他的这个战争呢 也通过战争呢 他接触了 就是说 加剧 就是这个提高了 这个欧洲和这个 那个 东方 包括蒙古草原 包括中国的互相的了解 所以后来呢 教皇也给蒙古写信 教皇还派出使节 那个到蒙古来沟通什么的 就是说发生了好多好多的那种 后续的事情 不过我想想的这个战争 就是说这个这次战争 已经和前面战争不一样了 他性质变了 变成他没有道理了 没有没有没有原因 就是要打你 还可以看一个资料 这就是那个我们在学校上课 我经常给学生讲一个资料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资料 这个资料是在公元1231年 也就是沃古台大汗的时候呢 是蒙古给高丽 就是古代朝鲜的古代政权 高丽王朝写的一封恐吓信 这封信 它是那个应该是用蒙文写的 但是高丽把它译成了汉语 译的又不通 保留蒙文的那些什么语法特征比较多 半通不通 比较难读 但是这个风格 那是很有特点 就是给高丽写的封信 这要要说一下 这个当时的朝鲜半岛 它这个高丽王朝 其实也很早就被蒙古人给攻击了 但是蒙古当时情况是四面出击 随便就到处 到处开战 到处点火 所以蒙古并没有把主力 用来进攻高丽 高丽一直在那儿 就是勉强支撑 你来的人多了 我就赶紧就兼密青爷 他就到处躲藏 有些就躲到高丽 朝鲜半岛的沿海 有好多导 到那岛上去躲着 等你抢劫差不多了 军队差不多 主力要撤了 那我再回来 就这么来回折腾 所以高丽 可能是里面一直没有完全投降 蒙古 蒙古就给他写了封信 这封信这样写的 说天底 这个底就是得 天的气力 天到将来的言语 所得不求的人 有眼瞎了 有手没了 有脚瘸了 这话的意思是 我代表天和你说话 我这个话你要不当回事 你就要倒大煤 你的眼就会瞎 手脚都会断 下面说 圣旨现在是大汗的话了 才撒里打火里赤军确折 派一个大将 叫撒里打火里赤 问尼美 尼美就你们 带头败带厮杀 我那什么 我告诉你啊 我可派一个大将带军队去了 我再问你一下 你是要投降还是要打 最后通牒那种感觉 说若尼美带厮 交阿美一处是 相杀助教老者 这个意思 只能差不多推测吧 大概意思就是说 你要想打 那咱们就好好打一场 咱们打到天荒地牢 看会怎么样 若还要投啊 以前一般去投了者去 要投降 赶紧投降 为什么这么说呢 高丽以前投降过 蒙古人一来 高丽就说 我投降我投降 蒙古军队一撤 他又不投降了 这次再问你 你投降 你还可以投降 再给你的机会 若尼美名户 跟你的爱惜 一切一切一般去投败来 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要在乎老百姓 最好是投降 最后一句话说 若要厮杀 你实则 第二段的最后一句话 要打 要打 那你 你等着翘吧 你完蛋了 就是说 你不可能打得过我 就是那种意思 最后说 下面一段说 皇帝大国土里 打打美 就是我们大蒙古国的 这个我们的蒙古 打打也是蒙古的 一个一个同义词 我们这些蒙古的军队 将四项周围 国土都收了 不投的国土都收了 你没不听得来 就是我们可是征服了 好多地方了 你没听说吗 谁不投降 我就灭谁 你难道不知道吗 说我们就 反正就是这样 最后又连威胁 带恐吓 高丽写的这封信 这样一封信 我觉得很有价值 就看出来 当时那个蒙古的那种 非常狂妄的这种 当然他的 自我感觉非常好 就自己认为 真的是上前派我来 见谁打谁的 就是要 统一全世界 就是说 你不可能打得过我 我给你写信 是给你个机会 让你投降 让你们才有活命的机会 要不然你们就完蛋了 就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种自信 也可以说是一种娇横 这种 这种 暴露的很明显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在南宋 也受到过类似的信 根据南宋的一个大臣 给皇帝上奏 这个 但是南宋这封信吧 就没有留下来 就是 只是听说有这样一封信 这封信被人描述过 怎么描述的呢 这个南宋大臣 就下面这行字 给皇帝报告说 王者 说前段时间 拔 拔就是蒙古 长前两个金牌制书 他派了两个使者 带着金牌的那种使者 就是说 不是他有个身份标志吧 到了四川 大叔伟后 于牌之上 自谓为天所 赐 这个字是西 其实他和那个想象的赐 是个通假词 就是说 来了呢 蒙古人派了两个使者 带着金牌 还拿一块大 自称是受天 就是上天的委派什么的 就他是有天命的那种感觉 说 拿来一个什么 最后还拿来一个文件 说富以福祉 积以白有余言 还拿来一张纸 上面写了些字 大概有一百多个字吧 这意思就是说 狂见以偿 倍慢无礼 他的口气非常的狂妄 大概只欲武投败 否则思沙尔 意思就是说 让我们投降 不投降就要开打 他说 无以讲好为何 笔则以投败为何 这句话也特别重要 就是说 他说 我们也不 这南宋的人说的 南宋的人是怎么说呢 他说 我们也不想打 我想和他谈判 但是呢 他只接受投降 无以讲好为何 说 在我们来看 我们咱们能签个和平协议 咱们就不打了 但是呢 笔则以投败为何 他们 他们的理解的和平 就是你投降 没有平等的 这种 谈判 什么 讲和的那种观念 这就是 当时难说 这个时候我就要说一下 宋猛战争 已经马上就要 大自来往 但之前你看 就有人去送了 恐吓信 虽然这个信的原文不知道 你可以判断一下 一定就是和高丽这封信 是一样的 因为他这些描述 什么狂奸异常 倍慢无礼 什么的 逼我们投降 不投降就开打 这不就是这回事吗 最后那个南宋大臣说 闭一言 说我总结他一句话 他这封信 干预臣妾我也 欲使我国众进行投拜也 他就是要让我们全投降 他就这么一要求 投降吧 别的没啥可谈的 这个时候 这就是蒙古的那种状态 他根本就不把别人当回事 他认为谁也打得过 他不可打得过我 他也不想想 也没有特别明确的战略规划 说我主攻哪 一步一步怎么打 他四面出击 就这样一种情况 但是这样四面出击 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 他其实 假如他是一个有明确战略规划 或者说是集中力量去打谁的话 那会好一些 四面冲击的话 也会有战果 但是就 比方说南东这个方面 那他肯定就和全力进攻的那种 结果是不一样的 再讲西征 西征其实他还有三次 刚才讲了两次 还有第三次 这张图上可以看到 蒙古的西征是从草原核心地区发起 然后这一条实线的 实线箭头的 这是第一次 绕了一圈回来了 我们可以认为 蒙古的西征 这个战争 第一次西征 还属于正常战争 就是报仇 那这个也 反正他也是有理由的 第二次西征 就是这个 一个断断续续这条线 一个稍微虚的线 它打到 往欧洲这边去延伸过去 这是第二次西征 这就比较远了 下面还有个箭头 箭头的线 这是第三次西征 这个打到了阿拉伯帝国 刚才说吧 这蒙古的第一次西征 就把那个很强的政权 花拉子墨给灭了 但是呢 阿拉伯的这个 伊斯兰教的那个 最高领袖 哈里发 还坐镇在巴格达 它地盘是没多大了 但是它的影响很大 现在蒙古人 拿它做主攻目标 哈里发 最后就打到了这个 伊拉克 这一代 就把人家这个 哈里发政权也给灭了 所以这个阿拉伯帝国 到此结束 这些西征 上都打得很远 而且这个第三次西征 是这样的 也是因为 什么呢 就是大汗死了 这时候蒙古 已经到了第四个大汗 蒙哥 蒙哥死了 那这个前线的 这些蒙古 统帅说 那大汗死了 我们那先撤吧 结果就主力就撤了 留了一些 非主力在那边 那后来就 没有再往前推进了 而且其实是被 顶住了 他就打到了这个 两河流域 叙利亚 到这结束 包括蒙古的西征啊 包括第二次在内 都是这个战争的结束 都是因为领导人死了 才结束的 你可以想象 如果领导人不死 他还会往前打 第一次席政 目标明确 报仇 报完仇 我就回 这个很正常 后面两次战争 这都是 这个战争古代很少 他没个准确目标 打到哪算哪 有多远打多远 最后因为大汗死了 那算了 那我就撤吧 就是这种 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假如这个大汗不死 这个就不知道 历史会怎样发展 我个人的观点是 如果大汗不死 蒙古的第二次席政 有可能推进到大西洋 这是有可能的 如果第三次蒙古大汗不死 他的西征军有可能进入到北非 但是最后结果也差不多 你无论你推进到多远 你不可能对这个地方 实施长期的 有效的占领 你的占领区 你得往回缩 最后你也只能回到 差不多的一个 一个 一个 界限 你不可能说 我推到大西洋 我就把整个欧洲全占领 这个他们的力量 管理占领 这个就是长期的事情 打仗就是一个短期的事情 短期的事 他都很厉害 长期占领 这个他恐怕不行 最后也无非就是后来的历史 四大汉国 都占了好多地方 但是他当年打的地方 可比这个四大汉国远多了 后来只能失望回收 差不多到这儿为止 这儿我站着 那边我就管不了了 就算在这两次西征 真打到大西洋 最后也不会怎么样的 也没有本质区别 所以这就是蒙古的西征 讲这个西征主要就是 为了讲蒙松战争 是一种什么情况下打的 蒙松战争是属于这个一方 没有用出权力 用了一部分力量 而且他那部分力量 投入的还很远 这个对蒙松战争 是有很大影响的 还有一点 这个就 这个图可能会不太清晰 这个我要在这儿 简单的就是交代一下 就是蒙古一边西征吧 一边还 就一边对外扩张吧 一边还内讧 内讧主要是因为 成吉桑的四个儿子 他们就 不是太传结 成吉桑的 正妻 就是大皇后 生了四个儿子 长子朱翅 四子河台 三子沃河台 四子拖雷 都很厉害 这四个儿子呢 按照蒙古当时的习俗啊 有这么一个习俗 说是那个幼子首产制 就是小儿子继承财产有优先权 这个呢 就是 是怎么回事情 就是这个 小儿子的这个 据说是在草原上 也可能不是全部的 这样的情况 是有这样的情况 说牧民呢 都是 几个儿子 那个 长大一个 就分家走一个 长大一个又分家走一个 就是他长大了 给他分一些羊和马 赶走自己独立去 老二长大了 也赶走一些羊和马独立了 最后那个最小的孩子 就不走了 就 就一直在父母身边 将来父母的 听的东西都是他的 这叫幼子首产制 有这么一个习俗 因为有这么一个习俗呢 好像成熙禅呢 是把他的帝国的资源啊 在分配之后呢 包括他的那种管理权 大量的分配 给了他的小儿子拖雷 按说呢 这拖雷接班 就应该接最高领导 是比较正常的 可是呢 他一方面受习俗影响 把资源大量的给他的小儿子 因为又考虑说 我们这么一大帝国 这个不光草原了 征服了好多那种农耕地区 大帝国怎么维持 怎么运行 怎么发展 还得选一个政治上强的人 他最后发现 他的儿子里面的老三 窝户台 政治上还是更强一些 所以他又选了老三 窝户台 接任大汗之位 这样的话就导致 后来这蒙古帝国发展 大汗 是大汗 他是最高领导人 他当然是权威也很大的 但是呢 帝国资源 就主要不直接由大汗控制 而在他那个 他弟弟手里 这个就有很大的麻烦 而且呢 这俩人呢 其实就有一种竞争关系 各有优势 到以蒙古帝国的历史是这样的 一开始就是这个 承津潭在位 后来死了以后呢 本来应该传给 说好了传给老三的 但是 这个事情啊 必须得有那些高层贵族 杀的这些亲戚 一块开会 最后确认 那大家都在打仗 忙得很 没时间开会 所以呢 承津潭死了以后呢 整个这个国家 先由这个小儿子 拖来代管 代管一段时间 叫临时管理 叫监国 监国之后 大家开了会了 才把这个 领导人位置明确确认 有沃克台继位 沃克台这个 这个这个 第二个大汉 他的能力 还是比较强的 在他管理之下 蒙古帝国 有很大的继续发展 沃克台在位13年死了 死了以后呢 他想传给儿子 传给儿子也行 但是呢 还得开会商量 所以沃克台一死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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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要没时间开会 因为这时候帝国变得更大 这些人都东一个西一个 到处打仗 凑不到一起 最后就 由沃克台的皇后来设政 就是 就是 相当于这个家长的女主人 接班人没有 他母亲先上 这个皇后先上来 先代管一段时间 代管了五年 才开了会 确认用意的谁呢 立了一个那个 就是 沃克台的儿子 叫桂游 这桂游吧 是第三个大汗 就是这个 这个图上啊 这个沃克台下面这个 这个蓝筐这个 桂游呢 身体不好 没几年死了 死了又得开会 按说呢 这个 还应该在沃克台 这后代往下传 但这时候呢 沃克台家的势力 有点衰落 再一开会 拖雷家的人翻盘了 就是一下就跳到了 大家决议说 下一个接班人应该是拖雷 我们选他 拖雷的后代 拖雷已经死了 拖雷有几个儿子里面 最最重要的儿子老大 蒙哥 这蒙哥是个很厉害的人 最后就大家都选了蒙哥 主要的选票吧 给了蒙哥 蒙哥就上台了 结果这沃克台 这边就断了 沃克台死了以后 就沃克台是死了 然后他的皇后摄政 皇后摄政 后来的儿子贵游继位 贵游继位 贵游死了以后呢 等开会又等了几年 也还是贵游的皇后摄政 但再一开会 再一开会 他们家没份了 就被把领导人的 这个位子给抢走了 以后就是蒙哥了 我讲这个主要是说什么呢 说承设他们家 后来内部 他这些儿子 和他们后代 其实是打得很厉害 只要不打得很厉害 要团结一致的对外扩张 那蒙古帝国还会变得更大 但是这也不可能 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 特别是这种权力 谁也避免不了 权力争夺难免的 而且你看他的问题在哪呢 一个是 他这个领导人换了好几次 每次一换马 中间还出现一些空白期 就是说等开会等不来人 最后还得那个拖一段时间 还得有皇后摄政什么的 在这种时候 一旦出现换了领导人 又是皇后摄政 这时候呢 他蒙古的对外扩张 就会有所收敛 那他注意力不在对外扩张 他注意力都在内部的这个 接班人问题上了 所以他就会 就等于是 缺乏一个 前奥力的领导核心的时候 他对外的这种扩张就 会收缩 会变弱 所以蒙古帝国这几十年 不是说天天的都是 玩命的对外大仗 他打一段 卸一段 中间会碰到这些什么 韩卫领导人 那个更迭什么的 皇后摄政 他都得 中间他就停了 而且他们这个内部吧 关键还 后来他们纯亚后代 还几家人还结仇了 互相打 后来就就就就就 也杀了很多人 那这个对他的 对外的扩张也是一种削弱 就是等于内讧内耗 耗掉一些资源 这些也是我们 我们到现在为止 还没讲南宋战争 但是这是有关系的 就是蒙古的内讧内耗 还是浪费了不少资源 而且呢 他会让这个战争 会进入一个修整期 间歇期 这个给他的对手 特别像南宋 其实是得到了 一段时间的喘息机会 如果连续被攻击 重拳出击 连打几拳 他可能就扛不住了 但是说打了两下 突然他进攻变缓了 这时候你就有一些 就是这个 这个时间和这种 就反正就是机会 来重整防御什么的 和南宋后来 是有这种机会的 因为他中间 这么战争拖了四十多年 不是说年年打仗 中间有一些是歇热的 休战状态 或者说只有小冲突 没有打仗 这时候他可以赶快 再重新布置 所以这就是 他后来战争 有这么一个情况 这和蒙古的 高层的斗争有关系 最后还要大家讲一下 蒙古人的那种 为什么这么能打 到处都横扫 这个 这中间有一些偶然原因 但也有一些必然的原因 偶然原因就是 有一些他的对手吧 有问题 对手都不太行 比较 或者比较弱 或者正处于衰弱期 或者他那个战略 战略上就犯了错误 但是也有蒙古 君子确实很强 他强在哪呢 强在他把那个 游户民族的军事优势 历代的游户民族 都有军事优势 到他这好像到了一个 特别高的高峰 就是这种 发挥到了一个顶点 蒙古人最强的是什么呢 就是强在 强在他的骑兵 这个骑兵呢 那个冲击力强 而且速度快 就是一个快 这个打仗这个快最重要 永远比你领先 永远比你快 然后呢 打赢了 就穷追猛打 把你消灭 他打输了 他蹭了一下就跑了 你还追不上他 倒下去 你这个慢的人 永远吃亏 他就是比你快 而且他的战略 他的战术也很灵活 就是这种灵活激动 神出鬼没 这个都是农业民族 当时那些 亚欧大陆别的国家 没他这么 没有他这些优势 你比方说在欧洲 欧洲当时属于中世纪时代 他那个战争呀 都是一板一眼 那个就是那种 有咱们那个中国 那个春秋时候的那种特点 就是讲规矩打仗 有一套一套的那个 这些 那这么大 你碰到蒙古人 那真是就比较悲惨了 蒙古打仗一点规矩也没有 就是说 那种就是一个 快和灵活 这两点就可以 把对方给 就占了非常大的优势 我这举例子 是举的什么例子呢 举一个书叫黑达势略 这个书呀 就要说了 又要讲南宋了 就南宋虽然跟蒙古 后来打仗打了好多年 但在一开始 也有一段互相接触和和平往来时期 特别在清朝还没灭的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清朝还在完全抵抗 而蒙古人呢 也没有用权力在中原进攻 而去西征了 在那个时候呢 南宋 其实 连续向蒙古 派过几次 使节 就是去派人去访问 去沟通 去商量一些事 最后 那个 那些人回来都写了报告 说蒙古是怎么怎么回事 写这样的书叫黑大师烈 这个黑大师烈这个书呢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它有一大段来 总结蒙古人的战术 说蒙古人打仗挺神奇的 这个和我们真不一样 它总结了 尤其点我觉得很有特点的 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蒙古人的这种 擅长打包围战 包围战吧 按照咱们中原的传统的理解 比方说孙子兵法 上面说 孙子兵法有一句名言说 实则为之 就我的人得比对方多十倍 我才围你 但是蒙古的包围战 不是这样的 它经常以少数人为多数人 它就 已经在一个筷子 就它的那个 动得快 它处于一种动态当中 它把你一旦围住以后呢 你人在做你也出不去 你往东它也往东 你往西它也往西 总之它等到最后 你扛复住 你疲惫不堪 它再冲进你 以后就把你打垮了 这种打法都是原来中原政权 没怎么碰见过的 真的是不太一样 而且对于它的那种 怎么布置 怎么诱极深入 怎么那种迂回包抄 就各种什么那种小技巧 阴谋诡计 这个黑大社会这书 都做了好多总结 这是很有价值的 蒙古人自己那时候 因为他的文化不发达 他自己的东西 他还总结不了 或者他没有留下来 他的总结 我们只能看别人的总结 像这个南宋的使节 就做了很好的总结 讲这个呢 还要暗示着 后面的一个变化 你等他打南宋 你再看他这些优势 到南宋 还能用上多少 你会发现呢 他这些优势呢 到南宋 他用不上多少了 特别是这个什么迂回包抄 这些打法 到南方别再不说 大量的水沟河道 这你就 你这个水 不是说过就能过的 到来呢 你还得搭桥 这些好多东西 草原上好用的 到南方玩不转了 这也是咱们以后 咱们后面要总结的原因 看看这个最后 这个就是优势就会削弱 好 到这儿为止 我们把这个 这双方的一方做来介绍 我们再介绍另一方 南宋是怎么回事情 南宋我们都知道 他是 金朝 灭了北宋 他们南宋跑到南方去 又坚持了一百几十年 这么一个政权 那么我们要说的是 南宋这个政权啊 他是长期处于 北方的压力之下 那个 而且长期处于和北方政权 特别是金朝的 这种敌对关系当中 虽然说后来签立了协议 说双方不打了 但是呢 这种心态上的这种 没有完全解除 始终是处于 强大压力之下的 这么一个政权 南宋在建立的时候 在一开始是很惨的 一开始 当时南宋的皇帝宋高宗 退到南方 自以为说安全了 结果被金朝的军队追击啊 金朝的军队追他 在他进行追杀 追过了长江 一直 孙高宗就跑到什么 什么杭州 绍兴 宁波 你到哪 我追到哪 金朝的军队非常厉害 就追到杭州 绍兴 宁波 到了宁波 孙高宗 倒了几只船 下海坐船 跑到温州 这时候 金朝军队不追了 因为他们对于海上的航行 他也不太敢 没什么经验 就撤了 所以你要知道 一开始南宋的危急状态 就是说差一点南宋都保不住 最高的两人皇帝 被人家追杀到温州 凶 而孙高宗都给金朝的统才写了信 写了求饶信 说我服了 我服了 就大概这意思 说你不要老追着我了 我已经怕你了 就是说 服软了 就是那样的 南宋当时是有一段是很惨的 后来 等这一波攻击过去以后 金朝军队退走 南宋才慢慢站稳脚跟 后来我们就知道 南宋军队 本来不能打 后来也变得比较能打了 特别出现像岳飞这样的一些名将 但后来慢慢的 等于打成平手 当然平手呢 但是由于宋高宗有这种 早年被追击的经历 所以宋高宗在心里上 南宋皇帝就怕金朝 就不想 就不敢打 不希望打 说什么收复北方之力 他没那个想法 而且他也怕他的军队啊 打完以后他的军队会变得很强 他就控制不了了 所以呢 宋高宗 秦桧这些人 就后来坚决的这个这个要求谈判 就跟金朝签了绍兴合议 这是有名的事件 在南宋初年 跟金朝签了个协议 说咱们不打了 不打的代价是什么呢 不打的代价是南宋愿意向金朝称臣 就是南宋也是皇帝 金朝也是皇帝 但是这俩皇帝不一样 南宋这个皇帝是由金朝皇帝册封的 所以金朝派的代表来册封南宋 宋高宗为皇帝 宋高宗还以陈自居向金朝上表 说我保证以后永远臣服于你 他的原话是世事子孙 谨守春节 然后还每年给金朝好些钱 每年给银25万两 军25万批 双方的国界线 以那个淮河和什么西面的秦岭为界 这样子就跟金朝人民协议 所以南宋这个建立呀 这个过程 从建立到站稳脚跟 他是很屈辱的 很屈辱的 打不过 自己心态也比较处于弱势 也不敢打 最后就勉强在南方立国了 以后的历史 本来就这样就已经定了 可到了 过了那么20年吧 经常有个皇帝叫蜿岩亮 蜿岩亮有野心 想统一全国 就不满足于南北对立 他就对南宋的话去进攻 然后有一次大规模进攻 真是全面出击 西线 中线 东线 甚至于海陆 都有都布置了军队 这次战争呢 当时南宋也有点危险 因为金朝的军队越过了淮河 一直推进到长江的北岸 马上就要过江了 挺危险的 但是由于这蜿岩亮这个人呢 是个暴军 在金朝内部他也不得人心 他杀了好多那种贵族啊 什么的那种亲戚啊 而且他这个大规模战争吧 中原人也不愿意 那个就本来大家都讲和了 能过几年安生日子 你非要打仗中原的 包括女真人 包括那汉人就更 反正都不太愿意 这样的话呢 他这次战争呢 最后没有打成 这个湾越亮的军队 过了淮河 打到防强边上 准备过江 在这个时候呢 他后院起火了 因为他统治残暴 很多人不拥护他 后面就宣布 我们要立新的皇帝 最后这个湾亮 自己后院起火回过去了 然后前线的将士 一听说后院起火 前线也不打了 就发动兵变 把他给杀掉 就撤了 所以南宋 在签了这个协议以后 二十年 被人家狠狠打了一次 差点就扛不住了 但好在对方 内部出问题 他们撤了 这下南宋才反过劲来 后来南宋就 就是这次战争以后呢 南宋就开始 跟金朝又重新谈判了 你凭什么打我 那个 而且南宋还也搞过北伐 只不过没有称 后来双方又重签协议 重签协议的以后的结果是 南宋不再向金朝称臣 而是称侄子 说 就咱们两国吧 地位我有所提高 原来你是君我而臣 现在咱们基本平等了 但是呢 又不完全平等 你是我叔叔 认对方为叔叔 各种礼仪 往来呀 都比对方低半头 这么一个格局 这就以后南宋 就变成这么一个 肯定光了 早年是很屈辱的 后来屈辱程度 有所上升 有所减弱 就是说 不称臣 称职 而且每年还是 得给金朝一些钱 就这么对付着 这个在南方坚持下来 中间有那么 就在基本 在蒙古崛起前夕 有那么一段时间 在公元13世纪初 1209年 南宋呢 有一批主战派掌权了 这主战派的人呢 觉得 哎 过去我们这么屈辱 太不像 凭什么呀 我我我我 而且南宋的这个 这些人呢 最后得到一些情报 说 蒙古 好像草原上的蒙古 挺厉害的 金朝有点挡不住了 金朝可能不太行了 这时候咱们北伐 估计这个能占到便宜 所以南宋呢 后来又过了些年 搞一次北伐 还写了个诏书 写了康海激昂 那个就是说 这个这个义政词言 呃 北伐不成 真要进攻 还是不行 虽然说那时候 金朝已经不行了 金朝已经处于衰落旗 金朝打蒙古已经 后来就打不了 但是金朝打南宋 还能打 所以南宋刚一北伐 一开始金朝没做好准备 就吃点亏 等金朝 叫过军队来 一反击 南宋还是扛不住 南宋又说 哎呀 再不打了 不打了 最后又搞成谈判 再一谈判 金朝不干了 好好的你 你凭什么打我 所以金朝要求把那个南宋的 主要的大臣 寒头肉 杀头 他是战犯 我就要 我要他的人头 最后南宋把这个寒头肉 给暗杀 人头切下来 送到金朝 这也很丢人的 你折腾半天 你一开始气势汹汹 刚一打 不行了 扛不住了 自己是谁主战的 还把头给切下来 送到金朝去 而且又把金朝 又给金朝加钱 又原来把金朝皇帝 尊为叔叔 现在尊为伯父 总之是自己就 降格 这都是南宋的 就是这个 当然的情况 所以南宋你知道 他是长期的是 处在一个 比较被压制的 屈辱的 这样一个状态下面 这样的一个政权 他始终扛着很大的压力 不光是军事压力 他心理上就属于 比较弱势的那种 这种这种 这样的一种状态 他是这么一政权 当然南宋的好处在哪呢 就是说 他老被这么压着 被威胁 他的防御 防守能力是逐渐的 还是得到了培训 在战略上 战略布局上 他也摸索出一些 反正就是说 他和北宋不一样 北宋就属于在灭亡之前 他很松弛 因为北宋和辽 那个关系 后来就比较和平 不打仗 北宋和西夏有点战争 那西夏对于这个小国 所以北宋在灭亡之前 他是很放松的 就松松垮垮 结果被金朝一打就灭了 而南宋呢 几乎是始终处于 那种紧绷状态 这个金朝老跟他 就是这种 这种压力特别大 打了好几次 不打的时候 他也怕金朝 怕得很 所以他不敢放松 他在那个 这个防守方面 按说南宋是一个 中央积权很强的 这么一个政权 他有些方面 他没办法 比方说 对于四川 南宋这个国家 是个强加淮河以南 它东西距离拉得很大 首都 在杭州 在东边 西边那么远的地方 怎么控制 南宋 给了西边的四川 这些地方 很大次周全 让他们 很多事情你们自己决定 财政你们收的钱 自己花 就好多的那种 权力下放了 像这样的做法 在北宋都没有的 因为南宋是被逼的 就是等于 他能够因地制宜的 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一些策略 所以他基本上还是 进攻不行 守还是能守的 就守了这么一百多年 包括在四川 金朝曾经多次 想打击四川 每次都被南宋顶住 顶不去 后来金朝呢 南宋在四川的军队呢 有一个姓吴的家族 这个很有名啊 叫吴家将 他们家其实比那个 什么月家将 那要影响大得多 他们家传了好几代 在四川 就是主持军务 后来呢 传到第四个 这个领导人 叫吴锡 想投降金朝 最后被南宋内部的人 把他给干掉了 最后让他没投降成 就是说 对于这个 在这个长期 对金防御的状态之下 他也能够因利质疑的 做出一些政策调整 保证这个防御的 这种有效 而且呢 也扑发了 不仅对外顶住 这个金朝进攻 对内的这些内部危机 也及时的化解和处理了 所以这些方面 南宋就说 他能撑一百几十年 还是有他的一些 就做得到位的地方 还是有的 这也是他以后 对抗蒙古的基础 可是南宋有这么一个情况 南宋的皇帝啊 好多都是性格偏云弱势 不是那种强悍的 专制独裁 不是那种风格的人 都是比较低调 就比较 有的人就没主意 好商量 都是那样的人 甚至有几个皇帝 可能心理上什么 都都有点问题 就不是那种 强势的君主 强势的君主少 所以在南宋呢 他是宰相权力 相对来说 还比较大 在蒙宋战争爆发之前 当时南宋的情况 是什么情况 南宋的皇帝叫宋李宗 宋李宗 他就是被一个大臣 给推上皇位的 他自己本来没有继承权 这个大臣叫史明远 这是南宋的一个宰相 当宰相当了二十多年 权力很大 基本上朝政被他控制了 而且他还插手皇位更迭 把一个本来没资格接班的人 推到了接班人的岗位上 还接了班 南宋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也导致 就是南宋的这个最高权力吧 这个这个最高的这个高层呀 集中程度稍微的 不是特别强 就是因为一个是全程专 就是皇帝自己呢 没有大权独揽 然后呢 下面的大臣 有的时候有强势的 强势的 你再强势吧 你也不是那种能那个 说把皇帝给踢掉 你还没当那个位置 所以皇帝对他多好 还有点牵制 这样的话呢 双方有一种拘衡状态 这是南宋的一个情况 因为到宋母战争时候 大概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到这为止 我们把那个宋元战争的这个 就是大概的情况讲了 那个背景 我这讲的有点慢 我发现 我们不休息了 因为那个有点慢了 那个因为战争还 现在才才才才要讲战争过程 我我看看 我大概要讲到十一点半 现在已经是十点 快十点半了 我们就 我先再讲一半 好 那么我们现在要讲战争经过了 战争经过 咱们这个题目叫 为什么战争绵延四十多年 什么时候打起来的 一二三五年打起来的 什么时候结束 应该到一二七九年最后结束 就是崖山之战 在广东 那个最后一战是那个 什么那个那个那个海军 就是双方的海军大战一场 南宋全军覆没 皇帝被人包着跳海 然后就灭亡了 这是最后一战 这是一二七九年 而战争爆发是爆发于一二三五年 中间隔了四十多年 确实是很长的 这个战争呢 我们把它分解成两段 以一二五九 一二六零这个地方 为一条界限 我要强调的就是说 不管怎么分段 并不是每年都在打 他们是打一打停一停 在中间有一段 很长的间歇期 但是 你也可以认为 他虽然间歇期呢 他的战争状态没有解除 双方从未签订过任何的和平协议 都是就始终是敌对状态 就是说我要打你 我这边我要警觉抵抗 但是呢 并没有形成说 是那个什么 咱们讲和 确认说我称臣于你 我尊你为叔叔 我尊你为 这些协议都没签过 始终是战争状态 是不是开打 那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和平时候 他的敌对状态也没有解除 所以说 我们这个把它称之为战争 持续四十年也是可以的 首先我们讲这个 战争第一阶段的一些事情 就是那就是1235到1259年 这个年头也很长了 这就是那个 二十多年就出去了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当时的那个南宋呢 是在这个宋立宗做皇帝 宰相史明远 但史明远在这个战争之前呢 死了 他主持朝政二十多年 那么蒙古的崛起 他是经历了的 而且他主持 当时就宋朝 南宋就跟蒙古 经历了一些联系 沟通 双方一开始呢还好 因为双方没有接触 军队还没有挨上 双方共同对付金朝 而且还互相派过使节 互相联系 沟通通气 这都有 史明远死了以后呢 公元一二三四年 金朝灭亡了 当时是南宋派的军队 跟那个蒙古的军队合作 当时双方关系还不错 合作灭金 最后围攻金朝的最后一个据点 最后把它打下来 那么这个灭亡以后呢 灭亡 金朝灭亡是在那年的春天 灭亡以后 天气逐渐变热 这蒙古人怕热就撤了 撤了以后呢 这南方就 主要是河南 河南地区就出现了一大片的那个 无人 就是空白 空白地带 就是人好多也 也因为打仗都逃亡都走了 没人了 这时候呢 宋朝就想 没人了 这地方那我还不站 他就 发动军事行动 他要往北拓展 发动一个事叫端平入落 什么叫端平入落呢 端平入落就是那个 年号是端平 这个皇帝的年号 入落就是进入洛阳 它实际上不是光平入洋 它是进入开封和洛阳 这两个地方 开封是北宋首都 后来金朝也拿到当组成 金朝在河南 抵抗的时候 就以开封为组成 现在金朝已经没了 灭亡了 宋朝就想把这地方拿回来 还要进洛阳 洛阳是宋朝的西京 因为咱们大家有点 这个北宋的这个城市 这个开封 就是这个首都开封 它又叫东京 但是宋朝还有西京 京就是洛阳 相当于一个陪都 南宋就要把这地方拿回来 而且他也拿回来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人呢 当时 但是拿回来这件事情 后来蒙古不干了 就是说 我打下来的地方 你随便拿走了 这怎么可以呢 你也没跟我说好 所以后来 蒙古就发起了 对南宋的进攻 基本是到1235年 就进攻战争状态 因为什么呢 在1234年 等于是那个 蒙古人撤走以后 一时半还没回来 1235年回来了 双方就开始打 如果南宋不发动 这个钻铁如落 战争会不会打起来 那我认为 以蒙古当时的状态 也能打起来 因为它已经变成 不讲道理了 见谁打谁 所以 当然对于这些呢 南宋未必了解 南宋还是觉得 我们 这是我的地盘啊 我们祖先的地方 太有他的想法吧 当然 他最后还是 没成功 而且导致了战争爆发 但是技术上没这个行动 战争也会爆发 这是我们的判断 所以这个南宋 也不能 也不能认为 他有多大责任 这次战争爆发以后呢 出了点问题了 因为北宋 蒙古也是几路进攻 蒙古在 东线 就是在这个 这个什么 淮河流域这一带 其实进展不大 就双方拉 进展来回回 这么大 打了好几次 最后也就 反正打了一个 算是一个 那个平手 就说南宋 稍微有点 吃力 但是也扛住了 但是在长江上游 蒙古 把四川给 打破了 就是以前的那个 金朝 多少次想 金四川进不去 蒙古进去了 这个原因 主要就在于 南宋啊 还是说 因为一百多年下来 他整个这个统治啊 这个 这个 体系啊 包括这个军队啊 还是有点 就是防御 有的地方 还是有 还是有出漏洞了 或者那个 人不得力 或者是什么 策略上 反应没跟上 因为蒙古人 上次 绕道 包操 灭金 那次 蒙古的军队 就进了 相当于进了 那个四川 为什么说进四川 因为 这个四川在广义上 他不是咱们的四川省 广义上 整个齐陵以南 都算四川 汉中盆地 也应该 他地理上 他跟四川是一个单元 上次蒙古人 从那个陕西西部 进入到那个汉中盆地 那时候就算已经 把你那个防线给你通破了 后来你还没有及时的修补 然后你这个 当时他在四川那些人 又不太得力 再打 最后把四川给 进去了 只要进去 四川就不好办了 如果在前 在前面那么多次 金朝人要打都没进去 那那还是 就是说四川背后就没事 现在把防线捅破了 进去 进去以后 那四川就进入一个 长达也是几十年的这种混乱状态 就等于南宋的防线 中下游没事 上游出出问题了 但是好在呢 上游离南宋的首都很远 除了问题 也是我局部的问题 我全局反正我还能坚持 这样拖拖拖 但是我们就说啊 这个咱们这个时间 一二三四三五三六 这些年是什么年 都是沃国台 蒙古的领导人 沃国台在位 他的那时候的事 后来再后来打 等到一二四一年 沃国台死了 沃国台死了以后 可以说有那么十来年 进入一个修正期 因为蒙古这边就出好多事 首先是沃国台死了 就先皇后摄政 摄了好多年 然后呢 选举一个领导人 桂游 桂游在位又很短 还没施展什么报复 病死了 又进入一个 那个皇后摄政 又内讧 最后蒙哥 拖累了儿子夺取捍卫 有那么十来年吧 他们就忙活内部的事了 对外的进攻 放松了 这十来年 其实南宋 还是做了些事情的 包括在这个 这个军队训练啊 什么的 各种防御啊 这个 这个其实是做了些准备 要不然的话 那恐怕南宋就就就会比较麻烦 哎 等到这个 那个十来十几年以后 蒙古大汗蒙哥决定 我要亲征南宋 那这个时候可以认为蒙古 大汗有点那意思了 说我要把主攻方向 我要打南宋了 因为那个时候呢 蒙古的几次西征 已经进入尾声 头两次西征都结束了 第三次西征呢 也打到最后了 基本上反正形势也不错 所以蒙古大汗决定 我要打南宋 要几个御驾新征 可是这个蒙古大汗蒙哥 在四川 竟然就给打死了 就就死掉了 怎么死的也记载不同 那宋朝说这蒙古大汗蒙哥 是被南宋军队的 那个防御 那个炮给打死的 但是元朝方面会说 这蒙古大汗蒙哥是病死的 因为四川挺热的 到了夏天 这都有可能 总是他死了 那这次大汗都死在 这个战争当中 这是可以算是蒙古 吃了个大亏 这也是自从蒙古崛起以来 没发生过这种事 蒙古仗物不胜 你俩打得个胜仗可难了 你居然把人家最高的 他都死掉了 这就是很大的胜利 所以这次事情是很有影响的 甚至于可以说是 这是我们的一个阶段性的事情 我们就以这件事情为戒 把南宋 蒙宋战争给它分开了 这次战争 蒙哥的之死 导致蒙古的 这次攻南宋的战争 就泡仓了 就撤了 流产了 也导致 齐征 正在打伊拉克的 叙利亚的那帮蒙古人 也撤兵了 所以整个这个影响特别大 这是战争的初期的 大概的一个情况 我们具体再讲讲细节 看一下这个 这张图 这就是那个 到了那个金朝后期 金朝已经被挤压在 那个河南陕西 一个很狭窄的一个成条当中 那个那个 南有宋朝 北有蒙古 就这么又死扛了一段时间 才被灭亡的 在这段时间 南宋 其实有一个 需要做一个选择 金朝不行了 背后这蒙古非常厉害 你现在作为南宋 你要怎么办 你是帮金朝呢 还是帮蒙古 简单的说就是这样 就是说其实 他需要做这个选择 你也可以说 咱们一块灭金 反正金朝供有仇 咱给他灭了 但是一旦灭了金以后 一定会面临更强的对手 你对付不了 蒙古非常厉害 比金朝还厉害 你要是 你也可以选择说 有这种情况下 存亡齿寒 金朝一灭亡 我也完蛋 要不然我帮着金朝得了 他有这么两个选择 今天来看吧 可以这么说 南宋 你就算帮着金朝 你也起不了杂作用 你帮不上太大忙 你的军队也不能打 那个金朝 而且金朝跟你有仇 以前那么多年的仇 你们俩恐怕也 很难很好的合作 所以他帮金朝呢 我认为的 他也帮不上 金朝早晚灭亡 那个 所以也许会延缓一点点 但是有限 所以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南宋的最后的考虑 可能也是这样 说那我不管 我先出口气再说 因为你的金朝过去 欺负我们太厉害了 好家伙 把我们北宋 把我们的皇帝都给抓了俘虏 弄到东北 最后就死在东北 然后你这个各种对我们的欺压 让我向你称臣 给你交钱 确实这种这种这种气 憋了一百多年 我觉得也能理解 他就是想那我不管 我先金朝不行了 我就那个 我不不行我也不帮你 我宁可帮蒙古 最后本来南宋每年要给金朝一些钱 一听说这个金朝要不成了 钱也不给了 等于是以前的协议我不认了 最后金朝被压在这个位置上 金朝就很尴尬 也是这样说那个蒙古 没有蒙古 哪有南宋 哎 好在这蒙古大军呢 牺牲了 金朝还在 还在那撑着 但金朝就说说 他有几个想法 一个时候趁着这个时候 蒙古进攻没那么强 我赶紧想想办法 我该怎么办 金朝甚至有这样的想法 说我干脆 我打南宋得了 首先 我为什么打你 因为咱们有协议 你要每年给我钱 你不给了 这就不对 然后呢 我地盘 北半地方我拿不回来了 不过我打南宋 把南宋地盘站一点 这样的话 我就空间就大了 所以后来那一阶段 金朝跟南宋还打起来了 打得热火朝天 但是呢 什么结果 就是谁也占不着便宜 就是金朝你想从南宋占便宜 那也占不了 宋朝 要想对金朝取得什么大优势 也没有 双方就打了好些年 所以双方的仇恨更加加强 那等到蒙古人再来 回来以后 蒙古人再联络南宋 咱们一块灭金 南宋毫不犹豫都同意了 一块就把金朝给灭了 但是这段战争呢 我们也说一下 就是军战战争也让南宋军队呢 处于一个战争状态 或者戒备状态 就是说 他不是说那种 这个 苏松垮垮 毫无那种 就是比较懈怠 那种那种 他是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 所以这个战争状态 他他军队的那种 就作战能力也好 都还是不断在磨练的 所以等到金朝灭亡 能不能打他的话呢 居然也一时占不到便宜 这是当时的 有这么一个特点 那么我们看个材料 金朝最后一个皇帝叫金爱宗 金爱宗 金爱宗当年 为什么会决策打南宋呢 金爱宗对南宋意见很大 就说 你们南宋 鼠目寸光 你不知道这蒙古多厉害 你还打我 你打我 你很快你也完蛋 所以 所以他说 他说 我怕 蒙古我确实服了 我打不过他 南宋我还怕你吗 金爱宗的原话这么说 说达达 说达达太厉害了 说他能 他厉害在什么呢 是北地之马力 就中国 就是那个 就中国之技巧 他能够把那个 草原油民族的那个 骑兵的优势 跟我们中原的那些什么工程 那些 那样的一些技术 结合起来 那我打不过他 他说 朕实难以之敌 至于宋人 何处道载 宋朝算什么 你这个瞧不上 用了一句很尖刻的话 柔诺不武 若富仍然 宋朝就像一个妇女 就是说 瞧不上你 你没有阳光之气 金爱宗又吹牛 说 使朕得甲氏三千 可以纵横江淮间 根本是军队 我把你们都 打你们各楼花流水 金爱宗 挺有意思的 说了一段话 这个说明一点 就说明这个长期以来 在北方 在金朝这些人眼里 蒙古南宋 瞧不上南宋 不行 很鄙视他们 就这种心态吧 你能想象 双方合作不了 所以后来 但金爱宗吹牛吹了 再让他去打南宋 当时金朝国力不行了 所以后来双方开打了 金朝也没占到便宜 后来金朝就灭亡了 到灭亡的最后一节 最后一幕 是双方攻进 当时那个城叫蔡州城 就是河南汝南 这是最后一个句点 皇帝自杀了 皇帝是上吊 上吊而死 死了以后 底下的人把他的尸体 就点着了 想把他火化 反正火化了以后 还剩些骨头 进去以后 南宋就捡了几块骨头 这个金朝皇帝的骨头 捡回杭州 告太庙 报告祖先 我们报仇了 因为当年你们 被祖先 被金朝欺负的很惨 现在我们把他的皇帝 虽然不是我们亲自杀的 但是他这骨头 我捡来了 那个可以高位祖宗 搞这么一场活动 反正虽然说 面临的威胁很大 后面威胁更麻烦 蒙古 但是我先 该庆祝 我先庆祝一下 他们抓了一个俘虏 这个俘虏还是个高级俘虏 叫张天刚 咱们看的名字呀 张天刚他是一个汉人 他是金朝的 参职政事 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副总理 副国级领导 挺大官的 再大的官没有了 再大的官都死了 抓了这么一个副国级领导 押回南宋进行审判 这个很有意思 那个专记里面这样写 说把这个张天刚 带回那个杭州 开审 审判官问他说 有何面目到此 问这么一句话 很可笑 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话什么意思 翻新新的话 就是说 你这个汉奸 基本就这个意思 你这个汉人 你为金朝卖命 先被我抓了俘虏了 你羞愧不羞愧 你肯定是这样来质问他 结果这个人 一点也不服 他说 回话说 国之兴亡 何待无之 你又了不起 你把我灭 灭了就灭了 但是 哪个王上都会灭 灭亡 该灵亡灭亡 那有什么 那那那那 就是你也 你也没什么自豪的 然后说 我金之王 比如二帝何如 我们金朝灭亡的 比你们宋朝谁强 他意思就是说 我们金朝皇帝 那个不当俘虏 就是自杀了 殉国 你们宋朝皇帝 被我们抓了俘虏 各种羞辱 你们太丢人了 你看这个人 他是个中原人 他不认南宋 把金朝当成祖国 我金之王 那个 所以南宋本来想 以民族大义来羞辱他 结果被人家给 讽刺了 所以南宋这个审判官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喝几声说 你也去 带下去 带下去 我不审了 最后这一幕 很有意思 说明这个 金朝这个王朝 虽然他少是民族 但住中原以后呢 中原的施大夫 接受他了 最后这个人 这个汉人 他就是愿意 为金朝牺牲 他不认为南宋 你们这个 说咱们的 炎黄子孙 去弄雨水 他们 他有这个想法 这个 飞狗叫 叫说 所以古人的那种 民族观 家国观 和今天是 想不想象的是 不太一样的 那么 所以对于这种 战争的民族色彩 这一面呢 其实也 不能用今天的那种 那种视角 来分析和判断 这个人 后来在南宋 就一直观着 那个坚决不向南宋 屈服 后来就 下落不明 他应该死在监狱里面了 反正后来这人就没了 这是南宋灭亡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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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朝灭亡 虽然说南宋协助 蒙古人灭了金朝 但是在金朝人眼里呢 还瞧瞧南宋 算什么 你有什么本事 你 你不是靠着蒙古 比较能打吗 你在那便宜 就是 北方人对南宋 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好 看这个地图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说这个宋猛的这个当时南北方的分界线 其实在金以前吧 就是在金灭亡以前 一直以淮河为界的 这边到秦岭 这条线 这条线的话呢 双方虽然几次宋经几次战争 这条线没有再变 最后打了打去都是这么一个结果 但是随着金朝灭亡呢 河南地区 包括这个淮河以北的江苏安徽北部地区呢 还是出现了一些空白区 这时候南宋向北推进 推了点距离 就等于是你要看那个 这个时间南宋的空置范围 在淮河流域 它的空置范围应该说比过去要多了一点 它主要在这个 这个江苏北部这一带 这一带往前推的比较远 这一带因为就是那个水多 蒙古人也站不了 也没辙 只能看着南宋往前推 推到这了 在中原想往前推 就是有点吃力 因为它中原的这个几个据点 开封和洛阳 这都是重要的大城市 这给蒙古人是比较关注的 你要想把这个地方站了 但蒙古人是不答应的 那么咱们说的端平入落 就是有这么样的地图 后来在1234年的那个夏天 趁着这个河南美人 蒙古人军队趴下都撤了 南宋发派出军队 大局北上 一个一个把那个一些重要的城都收复了 就等于它什么呢 就等于把那个同范围 推到了黄河这一线 但是好景不长 这年翘翼翼了 蒙古人又来了 又来你还是打不过蒙古 你还得撤 最后再那么几天 因为不敢和蒙古人直接对抗 还是收兵撤兵 最后还是不了了吃 这件事情就等于是 摆折腾一次 给自己反正提了点气 但是刚提完气 对方又来了 这气又降坏下了 就这么一个 这就是 而且这件事情呢 成为一个战争的一个 爆发的一个起因 不是说这个 它就直接是没有 就打不着 就不会爆发战争 是能爆发战争的 但是它给了一个借口 蒙古方面 所以蒙古就更是那什么 一个西装的 来打他了 来打南宋了 这就是专屏如落 我们看一下 看一张图 这是我们有学者 专门研究的一个 就是南宋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 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大布局 南宋的首都在杭州 所以南宋的这个核心区域 在江浙这一带 南宋的南方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没有人说 就是比较安定的 北面面临这个 北方的压力 前有金朝后有蒙古 它是有几个房区 西部中部东部 它有几个房区 这几个房区呢 可以这么说 就是其实离中央越远 房区相对独立性越强 给自主权 让它随机应变 就比较灵活 这也是过去南宋 能够长期顶住蒙古进攻 顶住金朝进攻的原因 后来到蒙古时代呢 是这样 也是这么一个格局 但是西部房区首先出问题 因为被人家给进来了 但是进来以后吧 我们就看这个分片防御 西部房区虽然说被进来了 你要想把我这西部都占领了 你办不到 我也能顶 就进来以后 我就和你在里面顶 咱们就在里面讲个对抗 所以后来四川是长期的 顽强的防御 弄得蒙古一点办法也没有 中部东部房区 东部房区最重要 因为离这个首都最近这个军队也多 东部房区的好处是什么呢 水多 包括这个长江以北的淮河流域 河湖很多 这个时候这个其实蒙古就占不到它的便宜 蒙古在中部好一点点 但中部也反正地形啊各方面条件 包括咱们那边湖北 湖也是很多的 也不太方便了 所以南宋靠这么一个 因为他长期以来就对抗北方 对于北方的来的人怎么 他怎么打我我怎么防你 他早就有一套办法了 所以他用这条体系呢 扛着蒙古 也扛了很多年 最中间我就说几件事 一个是四川 虽然被攻破 但是你要想全部站在四川你办不到 我始终在四川的那个东部 我顶着你 在中部 在中部的咱们就要说一个地方啊 就是湖北的襄阳 襄阳这个地方呢 你要知道在以后的战争当中 襄阳成为一个南宋一个 最最强有力的这么一个军事基地 整个这个长江防线 就是南宋的南宋的防线的外围 最最最重要的据点就是襄阳 南宋在襄阳囤扎重兵 所存大量的粮草和物资 长期的那种坚持 顶着蒙古的那个进攻 顶了好多年 这个 可是在一开始 在清朝刚灭亡那个那个阶段呀 襄阳一度被蒙古人占领 肯定说的蒙古呢 就是这样 他还是 对于他的将来的发展目标 还不是很明确 没有把南宋作为主攻方向 他占了襄阳 他也没太认就是没有去去下力 去去去经营去去镇守 最后被南宋把襄阳给抢回来 抢回来以后呢 南宋在襄阳就就知道这个地方重要 就加强建设了 后来后来 元朝你再想打襄阳 还费劲了 背着很大的劲才把襄阳打下来 可是一开始这个地方 其实蒙古都占领了 但是呢 还是又被南宋抢回去 所以南宋在这个整个这个 这个对蒙古的防御上 还是很有准备很有准备 而且他又有多元的防御经验 策略上也应对 还比较成功 所以这是后来这个蒙古 蒙古也没想到 蒙古就觉得我打谁都 那个有种势如破组 但是南宋他后来真是费了很大的劲了 我们就说四川吧 四川你知道后来的情况就是 四川西部 凡是平原地区 这个没辙 平原地区的话就是开阔 无险可守 这个南宋没办法 所以像成都 平原这边早就被蒙古给占领了 但是你从成都再往东推进 你到了重庆啊 什么的那个那个那个包括广安啊 这些地方 那个地方山就多起来了 又是山又是河的 这个蒙古的骑兵就就就就比较吃力 然后那个南宋呢 是采取这种利用地形 在他有好多山和丘陵 在那个山和山丘上修建具点 居高临下控制你这个地区的防御 那蒙古真的没什么好办法 最后的钓鱼城 我们就知道所谓的就是 蒙古大汉蒙哥 死在这个城下的钓鱼城 它的位置 你看他在这个嘉陵江 那个拐弯处 这个地方真是截面环水 地势又高 这地方现在正在深移 那个世界文化遗产 但还属于排队当中 那个也还比较重要吧 它也有些遗迹 那真的是起了很大作用 这样的地方不止一个 重庆这个钓鱼城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一个城 还有好多好多在这个四川的东部 今天的重庆 之家是境内 那 好多 这个防御的 对蒙古刀很大的麻烦 著名的我们宋史学界的著名学者 王增渝先生 这是我们宋史的那个那个老专家了 他老早就写过一个文书 他就说 你别看南宋 宋朝军队 说起来宋朝军队不能打不怎么样 看你看打什么 打防御 防守守成战 这则长处 有可能这个南宋军队啊 这个打防守 是全世界最强的 因为他有丰富的挨打纪念 就是被进攻 牵牢被人家 不是进攻 就是维持各种 那真是积累的经验很多了 相反 蒙古在新争部程当中 碰到那些对手 没有哪个对手 有南宋这样的防守经验 那没 这事没见过 就以为防守这有啥难的 很简单 但是蒙古的进攻 他想象的厉害 他就顶不住了 南宋这边 就 就能顶住 这是南宋的一个 一个优势 看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是那个 这是我在博物馆 拍这张照片 有博物馆 专门做了这个 四川的 南宋在四川 现在建了很多山城 有数的 这只是一部分 它有好多地方 现在都找不着了 能找着的 还有44个 这张图上也没全列 说是 它主要是利用这个 四川东部 山比较多 在山上建城 南宋在四川 不是有很多的那种周线吗 南宋 凡是我地盘当内的那些办公机构 什么县长 州长的 全能给我上山 上山办公 就把那个城 整个搬到山上去 老百姓搬家 上山 在山上 找水源 反正四川河很多的 找泉水 只要找到泉水 我就把那地方 开闭成一个城 然后呢 我就把那平原的老百姓 搬上来 在这守 因为你要来进攻我呢 你要想 登高望上攻 就不要费劲 我呢这边囤积各种后勤啊 粮食啊 什么的资源的 我多囤点 而且呢 这些城互相侧应 就靠这个 抵抗蒙古进攻特别有效 那个 咱图上列的不全 其实还有好处 根据学者研究说 四川在 南宋在四川 修的这个山城呢 现在我们知道的有83个 实际上肯定还会有更多 形成一个防御网 很管用的 你要说四川军队当时有多少 四川军队并不多 因为它并不靠人多 它靠的是这种 联防的这种这样一个体系 防御体系 那个 那我在这儿 我想补充一点材料 就是说 你看前面这个这个说明吧 就是学者统计了 南宋在四川的 修的山城有83个 今天能捣捣的还有44个 这个并不全 为什么并不全呢 一个是南宋方面的资料 肯定还有我们 没看到的 就是说因为时代太远 它就没有留下来 再就是 后来是个什么情况 后来逼得蒙古方面 也修成 双方就交上进了 就是你修成 因为蒙古人来了以后 包括蒙古的北方 调的这些汉族军队 你攻南宋的山城 攻不了 攻不了的话 你得找地方待着呀 你要在平地上待着 他就来偷袭你 你就非常狼狈 后来这蒙古怎么办 我也修成 容易不光是这个 这个这个南宋在修成 蒙古人也修了好多成 就是双方进入一种 僵持 挖掘战 其实这个历史就有意思了 因为我们知道是蒙古人 蒙古人 他就没有这个修成传统 他有无民族 你把蒙古人能逼得 他也开始修成 这是南宋一个很大的成功 这很不容易 虽然说蒙古人 当然他用的很多军队 还是北方的汉人 但是起码 指挥官是蒙古人 比较多 那他都采取了这种方式 就是等于是 你修成我也修成 现在咱们谁打不过谁 但是咱们得 但是谁也不往回退 这样的话 形成一种僵持状态 咱们看谁耗的过失 耗起来了 等于进入这么一个阶段 我这有个材料 我举一下 这个材料比较难一点 但是我觉得材料很有意思 我要讲一下 这到底讲什么呢 讲说这个 在什么什么地方 修了一个城 什么敌军来进攻 把他们打得很惨 敌军是用放各种那种抛石机 他们就立起来各种东西来挡 说用那种木头的攻势 都抵挡不住抛石机 他们都用那种皮革 皮革比较软 有弹性 抛石机抛过来以后 他把那石头给弹弹回去了 这样来防御 又说敌军把您的 把这个城的水源切断 找到他的水源 把水源切断 让他没水喝 你们这帮人 怎么着呢 喝尿 喝人尿 喝牛马的尿 说把这些尿如何处理处理 去掉那些 可以去掉一部分那种 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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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 然后很惨呀 就被打得喝尿这种情况下 这个资料 你要不说 距离信息 你会说 这肯定是说的是蒙古进攻南宋 这个是南宋进攻蒙古 这个资料 就是说在那种战争的间隙 就是双方僵持了 有的时候南宋 有的条件 他也要进攻 对方的城 他们对方打得也很惨 就是你们的人只能喝尿 就知道当时在四川是个什么状态 就完全就打成一个僵局了 当然你要说长远来看 你会发现 这个还是 因为毕竟是背后这俩政权不一样 这蒙古政权还是处于一个上升期 各方面还是要 就是南宋是处于一个衰落期 长远来看 在四川大几十年 南宋是逐渐的在变弱变弱 就是地盘往后缩什么的 但始终是扛着 有的时候也能发起反击 像这个资料讲的那样 能把对方打得很狼狈 很狼狈 那这个城后来怎么办呢 后来有援兵到了 才把这个城的威胁 如果再玩到一点援兵 这个城就被南宋拿下来了 那这就是南宋在四川 做的还比较成功 这是我们到四川钓鱼城去看的话 这是抗战时期 国民政府 就是驻扎在重庆 当时的那些 发现钓鱼城这个地方不错 为了鼓舞抗战精神 当时领导人都去提了词 蒋介石和殷青白重喜 都是给那个钓鱼城提词 就说这种奋斗精神 虽然说对方很强大 那我也要跟您四川 抗战特别需要 所以这就是那个 你看这种历史的那种 这种这种这种 很多的东西可以作为一种资源来利用 确实是 那当时南宋这方面 确实还是值得表扬的 后来打成是一个什么状态 就是这个蒙哥 这个大汉蒙哥 蒙哥我们都知道他死在四川了 但在蒙哥死之前 蒙哥的人就是有报复的 他是希望把这个南宋问题解决 他这么解决呢 他知道这个四川这个地方有点 打不动了 他派他的弟弟忽必烈 远征大理国 就等于是四川我先放一放 我打云南去 打到云南了 在公元1253年 蒙古军队进入云南 灭掉大理国 灭掉大理国以后呢 这个统帅忽必烈就回去了 但是留了很多将领 那些将领呢 又去打越南 打到那个 那个河内 越南当时也有他的王朝 叫陈朝 越南也投降了 但是越南呢始终是尽量保持他的半独立地位 他不会百分之百投降 而蒙古呢 也顾不上太管越南 反正就从越南调了一些军队帮忙 最后呢 反正把越南做一个根据地 从越南又北上 进攻南宋的大后方 打到南宋背后 打到广西去了 在那个蒙古战死那次 那一次 公元1258到59年 蒙古进攻 它是一个什么进攻计划 蒙古率主力打四川 他还把四川当一个主攻方向 然后呢 有些部队 他的地理忽必烈 忽必烈当前打过大理 现在已经回到北方了 从正面 就从那个长江 从长江中游 进攻 打那个今天的武汉 打武昌 打武昌 然后呢 另外一支部队 从越南 出兵 当然这些部队主要还是蒙古人 和一些云南的小国民族 是被蒙古人带过去的 从这儿北上 打广西 打湖南 这三支部队 对南宋 形成这个前行攻势 希望把南宋 拘之死地 你看这个图就知道 这蒙古人这个玩大了 就是说 他属于那种 一回包抄 别人没这种想法 他能够 他上次灭清朝就这么灭的 那还比较成功 这次他灭南宋 还要这么灭 把对方给包起来打 而且从大后方绕过去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 宏大的战略计划 关于这一点 关于这一点 当时有个人叫郝京 这是一个元朝的 呼比类的谋士 他批评了元朝 他说 国家用兵 一以强弱为之而不尸骨 说我们这个 我们这元朝 我们这蒙古 打仗也有点问题 自己有一套打法 反正也不管别人怎么打 自己就打自己的 说是不计师之众寡 敌之贤义 敌之贤义 敌之强弱 必何为把朔 列举之弱 秦寿然 这是一个汉人的观察 我发现你们这蒙古人打仗 都会打猎一样 不管对方是谁 有多少人 什么地形 我先包围再说 这个确实这种打法是 别 其他民族很少见到的 他这么打呢 咱们地图一看 也发现一个问题 他这么打 他非常费劲 但是没有打到要害 因为南宋的根据地 中心 或者说是首都 你在长江三角洲 在江浙这一带 这么打 打到哪去了 这么打南宋 当然也会有很大损失 但是你的付出更大 最后的情况是 是蒙哥在四川就死掉了 根本这支部队就没出来 而南方这支部队 一路从南宋冲过来 从广西冲到湖南 回到湖北 跟北方的部队居然会师 一块回去吧 这是1259年的仗 这一仗你可以看出 首先是蒙古军队的作战能力超强 这么远 你不可想象的 而且这个事到了史料里面 那就更夸张了 说这支部队进入敌境以后 转斗千里未尝败围 大小十一战杀宋兵四十余万 这都吹牛了 当然宋朝没那么多军队 但是就是说 问题能过起不容易 但是战略上没找到的地方 最后还是效果一般 而且还把最高的老人给损失掉了 蒙哥也死了 这战争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我们就要讲一下 就是以这个战争怎么划分阶段 是以蒙古的那边的一个变化 就是在第一阶段 蒙古还属于草原帝国时代 大韩是什么沃哥台 贵游蒙哥 他们都是在草原待着 对于中原啊什么 他们都没有直接统治 打仗他过来 打完他就回去了 那个但是到第二阶段的变了 因为那个蒙哥死了 蒙哥死了以后 他弟弟忽必烈上台了 忽必烈这个人呢 就和他哥不一样 是属于比较早就 关注中原文化 汉文化 对于汉族的历史和文化呢 表现出兴趣 而且还学了一些东西 因为有这么一特点吧 所以这个忽必烈这个人呢 在他年轻的时候 就在中原 名气很大 很受崇拜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中原的人都觉得说 哎哟 说这个蒙古这些人 跟咱们这文化差别比较大 跟他交流费劲 他也好像对我们的文化传统 也不怎么重视 但是呢 发现他突然出了一个人 这个人 他对我们的文化很重视 就那个 感觉是 这个 就是只能把希望 都在他身上 所以最后这蒙古 就那个 就是北方的人吧 就非常盼望 这个忽必烈上台 因为他对于汉族的东西 比较 重视 就是他会 能够 就说比起别的那些蒙古人 强很多 那我们 在他上台前后吧 他有一个谋事 还是那个谋事 叫好经 就是说 这个人给南宋写过一封信 他写过好多信 这是其中一封 因为这个好经啊 后来被他派到南宋出差 南宋给扣押了 扣押以后呢 他在南宋监运 招待所里面 就关在招待所里 一直关了十几年 他就不停地给南宋写信 就你扣着我没有意义 你应该让我回歇 你得罪援朝没好处 有这么劝南宋 最后也南宋也不理他 他劝南宋的时候 他表面有一段 他就讲这个胡贝列 胡贝列 我们这个县县领导 这人非常好 说他当 他虽在前提九府人望 他在上台之前 就老板就拥护他 他说他是什么呢 以亲则尊 以德则厚 以公则大 以礼则顺 爱养中国 欢仁爱人 乐贤下士 慎德一下之心 有汉唐英主之风 就这人非常有本事的 而且又得到老百姓拥护 这些话呀不是吹牛 当时还真的是老百姓拥护他 因为没有更好的人嘛 对于南宋 中原的老百姓是指望不上的 也没指望过南宋 所以基本上就是盼着说 蒙古里面出一个不错的人 我们就拥护他了 好 这个郝静又说 这个话也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他说 第二段话的这个 第二行基本是这样 今日能用事 而能吸引中国之道 和中国之主也 现在这北方这么乱 谁能用知识分子 谁能够推行我们中国之道 就是我们传统的 那个中原那一套典章之路 谁就是我们的主人 我就认他了 没办法 没有别的办法 他说 郝静又说 事与此时而不自用 则五民将高辅阅分从也 其物皆宜 就这种情况下 如果有一个比较不错的领导人 我们还不接受他 知识分子不出来帮忙 那老百姓就更完蛋了 中原真是已经很惨了 你这个 你差不多有一个不错的人 我们只能辅助他 赶紧把秩序恢复起来 要不然的话 那怎么办 没有好办法了 所以这就是 当时的北方人的一种心态 知道这蒙古是 认认的确实是不行 但是他太强了 那个只要他里面能有一个 跟我们还不错的人 我们就能够他 所以这个忽必烈 得到中原这帮人的拥护 后来抢到了汉卫 他从那以后呢 推行汉法 搞一套改革 他这个推行汉法 有这么几点 什么叫汉法 第一个 建立年号国号 及以有关领域制度 就是各种包装 原来在蒙古 它是个草原帝国 它没什么包装 那些包装这些玩意儿 都是汉中原人玩的 他们不玩这个 然后呢 那个 说是那个 什么什么年号 这原来蒙古没有 他们有了 国号 原来国号就是蒙古 这也不是跟中原传统不太符合 后来他们搞了国号 大元 元朝 这时候才叫元朝 以前不叫元朝 以前只是一个草原帝国 包装 第二个 建立汉式官僚机构 就是把这个什么中原的 这个这个典章制度都搬过来 各种中央机构 地方机构 都跟中原接轨 原来倒是乱七八糟 不接轨的 第三个 定都汉地 原来帝国 原来国家在草原上 现在呢 挪到中原 那咱们北京城 当时叫元大都 就这时候开始建设的 第四个 实行中农政策 农业 原来蒙古人是物名族 对农业一窍不同 农业被破坏的很惨 现在的话抓农业 为了抓农业 想很多办法 我们看这个 图上旁边这个 现装书的这个 这个这个书影 这是元朝为了抓农业 推出一项政策 要求老百姓呢 民间 你都给我组织 互助合作社 搞成传 因为战争以后吧 那好多家庭残缺不全 有的家只有 女生寡妇 小孩 他们家带有地 谁 如果单打独斗 那很多地就慌了 现在是这样 说要求你们都组织起来 尽量的互相帮助 有劳力的 帮没劳力的 把那地给种上 别让地给慌了 这叫绿舍 互助合作社 相当于是 那这种办法都想到了 那说明 他们这 还是挺认真的 真的是想把农业恢复起来 第五个 尊孔崇儒 就是 尊崇孔子 儒家文化 英国地位 就是原来 不懂这些东西 蒙古人 不懂这些 现在也对儒家了解 而且儒家 很多道理 很多思想有道理 对统治有好处 而且老百姓 又信儒家思想 那我也尊重他 修古庙 办学校 搞好处 所以他这一对 都说是一搞 就把蒙古这个政权 变成一个 中原模式政权了 虽然说 他还没有真正的 跟中原王朝说 一模一样 到最后 他也不是一模一样 但是呢 他 那个 大的方面 基本方面一样了 这就 这转型 基本转过来了 这就很重要 所以以后这个战争啊 他在跟 南党打仗 跟以前的战争不一样了 战争就是破坏 劫略 现在的战争呢 我是要 统一你 我是要 把你拿下来 我来统治 形成一个整体 我继承 历史上的 中国的大一统 这种传统 我要建立一个 新的大一统 能筹 以后他的战争 变成这样的一个目标 和过去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要把战争 从这开始分阶段 这样这第二阶段到了 嗯 我们看这样一个图 而且这个蒙 当时 蒙元大帝国 其实西边地方很大 但是由于忽必烈 把首都迁到南边 原朝有两个首都 第一个元大都 就是今天北京 第二个是培都元上都 在现在内蒙古正南旗 但是在草原边缘 不是很靠中间 中间那个首都呢 不要了 以后他就往南发展 征服南宋 统一全国 基本上就是一个 以中国为核心的 这么一个王朝了 西边那些地方 由于离得太远 慢慢的都 甩出去了 就独立了 就是蒙古的四大汉国 本来都是一家人 但是现在这个 因为联系起来 太费劲 而且呢 何况他们内部 还有很多的不同意见 有矛盾 有分歧 最后就这么着 就就就就 慢慢的就各自发展了 所以这就是那个 元朝 打南宋的这么一个背景 就等于是 别的 以前西征打南老远的地方 慢慢慢慢的都分开了 现在我还得 地主于中原 以中原为核心 把前代王朝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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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给他做起来 统一全国什么的 这些事情 这时候的南宋 处于一个新的阶段 就是那个 那个 当时的那个皇帝 宋李宗已经很老了 过几年死了 他儿子继位 在这个阶段呢 南宋有个人 掌权了 假司道 这个他呀 假司道本来是一个 皇帝 他们家也算是个亲戚 是个外戚 但是不是特别高的 那种外戚 另外呢 同时他又是个读书人 他也是考个科举的 反正但是 虽然是读书人身份吧 但是由于有亲戚关系 还是靠亲戚关系做了官 但是这个人呢 后来表现出一些能力 他还是有 是有点能力的 管理能力 也参加过 蒙宋战争 在那次那个 蒙哥 死掉那次战争当中 蒙古主力 打四川 蒙哥死了 蒙古有一支军队 就忽必烈带着 打湖北 打湖北呢 那个 就是这假司道 他就在武昌 坐镇 防守 虽然说 那次蒙古人很厉害 也过了长江 而且还把 湖南大老远来的部队 给接过去了 那南宋也 也就看着他 他们会师 而过江 因为打不过嘛 但是由于这个 湖北列着急想 他知道他哥死了 他回到北方去 抢夺领导人的位置 他走得着急 赶紧走了 他的部队 一点一点撤 后来这个假司道 也知道情况了 他说蒙古不行了 要撤 假司道后来也派出军队 去截杀 最后把 最后把一支 反正蒙古的 元朝 蒙古军队干掉一些 没有把他主力消灭 但是起码把一些 断后的部队给消灭了 那这个事 后来回到 等于当时南宋非常紧张 以为就要灭亡了 突然蒙古都撤了 而且假司道在武昌 把武昌给守住了 而且还截杀了一些 蒙古的后续部队 那他成为一个战斗英雄 表扬他 给他很 后来他就 他又有亲戚关系 那后来就当官了 官还越当越大 后来成为宰相 大权独揽 皇帝也没什么 那个 那个 以个性格什么的 也忽里忽度 就听他的 他最后成了一个南宋的 实际上的 掌权人 这个人 这个人 在史书当中 形象很坏 他这个奸臣 就是 专权跋扈 反正那个 以权谋似 那都是相当厉害的 这等于是 成他们家的 王朝了 他当的官 每天吃喝玩乐 那个 反正就 谁拍在马屁 谁 谁那个 给他送东西 行贿 他就提拔谁 就成为他的一个 所以 然后后来 这个整个政坛 是很混乱的 这个人 他地位很高 也是拍在马屁 他每年过生日 把他都给他 献上 祝寿词 我们都知道 唐诗词 这是 各代的这个 文学的代表 代表性的题材 宋朝人写词 写得好 假刺刀过程的人 大家就给他写词 就拍在马屁 那拍的都是 花样是百出 我们看起手就知道了 说 你可以推想一下 唐诗诗诗 那个氛围 也是不太对劲的 说 这词里这样写 说 一时几多人物 只我公武 只手互山川 单手互山川 就是 国家都是他保护下来的 那把他给吹了 还说什么 叫做 第二段 半德 邪民一保 于是笑谈间 若问贫荣册 微妙难传 就是 把他把这些高人 这国家的 老百姓是民生 我早解决了 别的事 我随便也处理 我怎么对付元朝 怎么对付蒙古 这是 告诉你 你也听不懂 我不告诉你 若问贫荣册 微妙难传 第三段说 平生事 想只和天语 不浅人知 他只能搁天对话 他的思想 咱们理解不了 跟你说了 你也不懂 总之是把他 就是拍马屁 拍成一个高人 一个超 完全是一个 不是一般人 是一个神一样的人 南宋被这样一个人 在掌权 政治掌权 其实很糟糕 他主要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其实那么很多的将领 前线作战的一些将领 并不能做到说 谁有本事 谁上 都是谁有关系 谁上 这个对南宋的军队的那种 后来打仗 起了很大的负面作用 跟他拉关系 你就有截头 光有本事 跟他没关系 拉的不截 没前途 后来蒙古进攻的时候 就暴露出很多 这方面的问题 那忽必烈呢 那就是 完全是 也听了一些谋士的建议 说哎呀 说这个 确实我们以前那么打不对 还是应该正面进攻 所以忽必烈就 主要的范围是进攻这个襄阳 就当时就说 主力 四川我该打还打 但是我主力要从正面打了 这么大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 正面确实是 这个南宋守得岩 守得岩不着急 我一步一步来 你不是把襄阳 作为一个重要据点吗 我就先打襄阳 做大不了耗时间 袁绍军队把襄阳包围起来 打了六年 才把襄阳打下来 打了以后呢 一下就南宋就跨了 然后就是和骨牌一样 就往前推就倒了 在这之前 第一张骨牌 不好倒 倒不了 那这个最后打 废的时间很长 而且呢 南宋还干 袁绍朝还干了什么呢 这么多年 练了水军 你真打到南方 得用船了 你不是那种骑兵 能玩的转的 是宋朝飞了 袁绍朝飞了很大劲 用一些南宋的降将帮忙 后来练得相当不错 相当不错 最后 崖山人战 也是海战 都是上船 没有什么骑兵 这就是后来 胡贝列做的工作 胡贝列呢 是这样 他刚一上台的时候呢 他位置没坐稳 他有个小弟弟 在草原 跟他抢位置 所以他呢 刚一上台 他也跟南宋也不打仗 他还派人去谈判讲和 他派那个郝绍去了 但南宋呢 对当时对元朝的敌对势力 敌对情绪很强 来了以后 就把这个郝绍扣起来 也不让他见南宋皇帝 也不放他 就把他扣了十几年 后来 胡贝列在北方 又有什么 把他的弟弟打败 把位置坐稳 又搞各种改革 又抓管理 基本把北方的 差不多的那个秩序 恢复起来了 才打南宋 这时候就已经 离他 胡贝列上台 就差不多过了十年 打南宋 第一阶段就是打向阳 就打了五年多 将近六年 他也不着急 打完以后 一两年 就把南宋彻底打垮 这就是前期工作 做的到位 基础打好了 后面就简单了 后面就是一些地图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图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太清楚 反正就是那个 这是在长江东下游的战争 打得这么混乱 有几个战场 首先在淮 淮东 就是那个 今天的江苏北部 那边有个战场 就是南宋 不是以长江为县 他是说 以淮河为县 而且他是 他是以那个 特别在淮河下游的 那个 那个 两侧 都是他的地盘 他那个地方的军队住的很多 宋朝是 宇文朝是派一些军队 在 在 在这个淮东 在这个江苏北部 跟那边的军队纠缠 大部队是从这个 襄阳 沿汉水南下 进入长江 在顺流之下 往长江下游推进 是这么一个格局 所以他 所有的战役 所有的这个战争的起点 这些战役的起点 就是襄阳 襄阳打下来以后呢 就是放前推了开始 看他最后他怎么过长江的 当时南宋在长江这边防守 也还算可以 在这天上有个地名叫鄂州 这就是武昌 那这守的很紧 呃 袁朝军队是这样 他是沿着这个汉水下来 到长江的侧翼 然后这个 从长江的 就是绕到那个 武汉的武昌的下游 找了一个地方 南宋守的比较 稍微有点松懈 找了一个口 突破这个防御 过来 过来 过来以后呢 从南方在包抄这个武昌 北方也有 这样一下武昌就丢了 这就是过了长江 而且把这个长江中游给控制了 控制以后就往前推 在公元1275年的年初 我们说一下 首先看一下 这是1274年 这1275年 1275年年初 到了这个 今天的那个长江下游 安徽境内 有一个地方 双方展开一场对决 叫兵家州之战 兵家州之战 这个 这场战争 双方是 都是水陆 其出 又有海 又有水军 又有陆军 而以水军为主 那蒙古几个大将 过去都是骑兵的统帅 现在都改代水军了 坐着船 在这个长江里面 跟南宋打打一场 南宋的统帅叫贾斯道 如果 南宋的话 这是南宋最后一个机会 如果能够打好了 说不定能顶住 但是呢 贾斯道这人 就是 他自己不敢上前线 躲在后面 见识不妙就跑 他底下那个南宋将领里面 有一些是他的人 就是打仗不玩命 有的人还在那奋勇抵抗 有的人先跑了 最后 最后被元朝打得 落滑流水 这一支大部队 就给击溃了 然后再往下推 南宋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这是在安徽境内的长江河段 打的一次水战为主 这些战役 然后 到了公元1275年的 三月 阴历三月份 我们去看 一直催催催 就推到了哪呢 推到了这个 在图上有这儿叫建康 就叫南京 南京市 南京啊 南京那是自古以来 是大城市 南方大城市 到这年的阴历三月 把南京占了 把今天江苏南京给占了 南京都占了 离杭州就很近很近了 但在这个时候 元朝又突然又停了一段时间 就是这一年三月份 就把 银历三月把南京都占了 然后就歇着了 然后就休战 休战以后就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 在长江以北 南中还有好多军队呢 在那坚守 但是呢 人家已经沿着长江 从你腰部给你倒进来了 打到这个地方 把你给相当于 差一点就要把你拦腰切断 在这个时候呢 双方暂时又进入一个僵持状态 为什么 因为这时候天又热了 而忽必烈呢 这时候他甚至又 又据说是有一点犹豫了 说要不要继续打 因为这个时候呢 那个就是咱们今天看 事后来看 那这时候南宋完蛋了 已经马上就崩溃了 但是那个时候的人 他的判断和现在不一样 他不知道以后的 他没有后见之明 当时忽必烈的想法是 哎呀 说这南宋 已经建国这么多年 你要从北东传起三百年 很有实力 这么多年要我们打他 都打不动 现在虽然我们过了长江 他一定 恐怕他的剩余的力量 还是不少 他要坚持抵抗 给我们打成持久战 特别南方水更多了 那蒙古骑兵更玩不断了 这恐怕我们损失也很大 关键是忽必烈呢 他背后还有麻烦 那么当时那个 西北的几个韩国 沃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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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几个本来他们一家人 但是有矛盾 那些韩国来 来批评他 来声讨他 说你作为我们蒙古的 这个领导人 你怎么改型汉法 你把我们的传统给背叛了 你是个叛徒 想到就这样批评他 他也很有压力 他特别是怕那个 全部军队 如果现在南方 后院起火 别那些 那几个韩国来抢他的位子 所以他有点犹豫 他都不想打了 他想要不然 我们就找到这算了 然后呢 说我们可以替小写 让南宋 隔让土地 进贡 什么的 等于他几乎 他都有这种想法 但是 这时候呢 他的统帅博言 也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人 是一个军事 军事家 前线 从前线回去开会 就跟他说 不打 可惜了 机会 不能错过 因为 因为他的前线条件 他说 再打下去 南宋马上就不行了 后来他说服了 忽必烈 继续打 到这年的秋天 这个统帅 开完会 从北方回来了 再推进 三个月 就把南宋灭掉 就是说 就把首都临安打下来了 最后南宋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是在长江下游 这是后来 你看 等那个统帅回来以后呢 到这年的印度十月 兵分三路 怎么兵分三路 一路从太湖西侧 一路太湖东侧 一路从长江 进海 从海上 进杭州湾 这三路一下来 这个南宋 一点反 比康都没有 很快就稳 这些就不行了 对 这是长江下游 那么在长江上游和中游 当时呢 是大部队沿江而下了 但是随时又分了些部队 有一支部队 就是负责进攻什么呢 湖南湖北 就从那个武汉这边 往南推进 军队开到 江西的九江 波阳湖 又分支部队 从江西往南推进 主力 就是继续往长江下游走 但是呢 在武汉和九江 分别有一支部队 往南推进 这两支部队 后来都进展的可以 因为这些地方的防御 南宋不太行了 它没什么太得力的军队 现在都在前面 那个 所以这几支部队 后来就 一支部队 就从那个湖北 推到湖南 再到广西 一支部队 从江西 推到广东 然后主力部队 从江苏那边 浙江 那么打下来 到最后我们就知道 后来南宋的皇帝投降 然后呢 南宋的一些抵抗派的一些人 人士 还拥有了 他们的小王子 最后以文天祥为 主要核心的 这样的一些 他们的一些 这个大臣 主要也是利用水军 顶了一段时间 但是确实也没 也顶不住了 那么他们从这个 浙江退到福建 福建退到广东 最后在公元1919年的 英雷二月 亚山海战 因为南宋 元朝军队也到了 元朝军队后来就是说 你水军离海 我也派水军 水军追过来了 最后在双方大打一场 就那个 南南宋就全军覆没了 这场战役啊 那个亚山之战 有一个首诗 是文天祥写的 文天祥呢 他不在船上 他在陆地上 这个组织抵抗 已经被元朝活捉了 他就被元朝 关押在元朝的船上 所以文天祥亲自目睹了 南宋的最后一幕 就是亚山之战 他说 文天祥说 他写了首诗 他说 这次战争是一次 大规模海战 他的原话是 古来河带无战争 未有风味交参名 又说 楼船千艘下天角 两雄相造 争奋波 就是 很有规模的水军打的 在相遇以后 双方拉开电视 先互相对峙 谁也不动手 等对方的破绽 这样对着一个月 说最后呢 突然打起来了 打起来 一天就打完了 就打了一天 他的诗是这样写的 说 昨朝南船满亚海 今朝只有北船在 昨天 南方的船 那样他船没了 都沉了 只有北边的船了 昨夜两边 浮古名 今夜船传寒水声 昨天 就是从白天打到晚上 一天一夜打完 第二天夜里 这边就睡觉了 因为对方已经 就消灭了 所以最后南宋是 抵抗的是很悲壮的 最后的那个 小皇帝是被 他母亲抱着 跳了海 军队也是 船都翻了 好大部分的人 也都死在海里 有一些人坐小船 跑到了越南 跑到了泰国 那就很远了 那就后来也就 也没什么办法了 就这样南宋灭亡 好 这个到这为止 我大概的讲了 我们题目是 是要让我讲 这个 这个 为什么延迟40年 但是我实际上是 按照40年的线索 讲了一遍 这个战争怎么打的 但大家应该也知道 是怎么回事了 最后 最后 稍微归纳一下 这个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 这个 那个 从湖北列纪位开始 纪海纪位双方并没打 还在一个 就是一个僵持期 而且湖北列还想 跟南宋联络一下 但是呢 南宋也没理他 然后呢 这边宋朝皇帝 宋宇东死了 一个新的皇帝 宋宇东上台 但还是假司到专政 到1268到73年 元朝开始打了 第一个打襄阳 打襄阳就花了好多时间 到73年 攻破襄阳 74年 这边的宋朝皇帝又死了 又一个小皇帝 小孩继位 很小 这时候 湖北列开始大贵龙进攻了 74年 就是而且还当年就过了长江 75年 刚才说的那个丁加州之战 然后呢 那个那个那个 南宋的最后一支主力 被打垮了 而且南宋的实权人物 假司到 这时候完蛋了 那大家就国破家 王 这个国家人完蛋 大家开始说 责任都是他的 皇帝也想要教书 一般的那老 史大夫也讨伐他 最后把他给撤职 发配 路上把他给弄死了 但是那后南宋也完蛋了 这下一年 76年 元朝就打到黎安 杭州 南宋就投降了 然后到79年 南宋最后的抵抗势力 才被消灭 文建祥被俘虏到北方 文建祥坚持不投降 最后就是说 那个 到1283年 才被元朝 那个杀掉 那这南宋 就算是彻底 就没有了 嗯 这就是历史的这么一个过程 讲到这 基本就是说 其实我这些 要想的原因 就这几点 我都已经讲了 其实 最后再归纳一下 无非是这几点 一共有五点 蒙元方面 大概有三 有三点 南宋方面有两点 蒙元方面第一点 就是大家已经 通过我才讲的 已经了解了 蒙元他是四面出击 见谁打谁 那个那个 特别是 有很大的精力 用去牺牲了 那这个他没有把南宋 做一个主要目标 那那那那那 那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南宋 他就是那种 空间和喘息的机会 还是很多的 第二个 虽然和打南宋的时候呢 他方向也没也没打对 没有把那个 长江下游做主攻方向 而是选在长江上游 又费劲 又又反正吃力不讨好 就等于是 这这也是蒙元的一个失误 第三个 他们大韩家族内部的矛盾 消耗了他们的资源和精力 就是刚才说的 因为一会儿换一个领导 换一个领导 每次换的时候呢 中间有很多的问题 又出现那种空白期 又出现在这种 内讧争权夺利 互相的隔阂和矛盾 甚至于自相残杀 这都这种时候 那都导致对外扩张 都会放缓 都会都都会都会放松 那给南宋方面提供了很多的这种喘息的机会 就还口气 又还口气 这样子 那那那这战争就拖下来了 冥业方面大概这三点 南宋方面有两点 地理和气候条件决定了限出对方进攻 就是你蒙古再厉害 号称战无不胜 你到我这地盘上 你玩不断了 首先地理 不是山多 像四川山多 那么 长江下游水多 河多 不是河就是湖 这里那骑兵玩不断了 你那什么什么迂回报仇 长距离的那种什么什么奔旗 经常会会碰到到河 你过不去了 你就没辙了 你下来你的大桥 你就快不了了 这这是地理条件 气候条件 南方湿热 就这个湿热呀 这个蒙古人最怕了 所以其实说真的 打到最后 这个元朝灭南宋呢 军队里面 蒙古军队已经很少了 大量的 你就有些统帅是蒙古人 但是那个军队 大量的都是中原的汉军 真的蒙古人到了南方 吃不消 就你再厉害 碰到这样的条件 你没办法 南宋这个条件就是那个 所以我们知道 后来这个元朝 忽必烈 灭南宋 还想对外扩张 还要见谁打谁 打日本 打越南 打缅甸 打爪哇 他打得可远了 但是都碰到这个问题了 地理气候条件 你的骑兵 再厉害 到我这边不转 所以你一个也没有打成 打南宋 同样也是这种情况 但是好在 他最后调整方针 修炼水军 步步为营 还是把南宋给打下来了 但是后来他要 海外远征 他还是打不动 就是这个地理气候 这边没有办法 南宋方面的第二点 就是说 南宋自己确实是 防御 有经验 知道怎么守 对方你再厉害 反正我见过很多厉害对手 你怎么打 我都有经验了 那个 长期处于这种 就是这种 有危机意识 有这种紧张的心态 不是说 每天 糊里糊多 人家来 对方来打你 你好过准备 南宋水 水修点准备 整个心态是紧绷的 这个对他 防御是 起了很大的紧急作用 我刚才说了 跟他相比北宋就不行 北宋整个集团 到灭亡前 他那个 完全是松的 松松垮垮 一打就完了 一打就 就被崩溃了 而南宋呢 始终是 还是高度的紧张 这个我觉得 防守起来 确实是 有思想准备 也有计划 也有经验 所以他能够 能够顶住蒙古的 一波一波的进攻 当然这 每一个单个因素 都不是决定性的 也综合起来 加上一些偶然的 个人能力啊 这些条件 才导致这个战争 会出现这么一个 大概的这么一个发展线索 原来的计划 就是讲到 11点半 我稍微过了几分钟 讲到这 那可能还有点时间 也可能有什么问题 我再稍微的 再回应一下 好 谢谢 好的 行 反正咱们这时间 时间就这么多 我看一下 好吧 我简单说说这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崖山之后无华夏 冥王之后无中国 这种说法来源于哪 有无根据 是否准确 我倒着回答 崖山之后 无华夏 无中国什么的 这个说法呢 我们不太同意 首先那是不准确的 他有无根据 那有点根据 不是有点根据 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一个草原有物民族 原来跟中原距离还挺远的 他入中原 并且把原来的中原的 连江南全部占领 他确实是那个狭义的中国 确实是断交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说不同意呢 中国概念不完全是中原 汉族 你是以中原和汉族这个人 或者说这个文化为主 但不限于这个范围 在历史上 这个就是边疆民族 入主中原的事经常发生 古代的人他能接受这个 我刚才讲的 大家已经看到了 金朝的那些老百姓 金朝那些人 不认难送 他对金朝还很有感情 这些人后来 一看蒙古来了 没有办法 也只好拥护蒙古 所以他的那种民族观 国家观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而且 这个元朝这个王朝 因为他推行汉法 他整个的是采用了中原的那套体系 能不能前后接轨 所以我们就认为 那他还是应该算一个中国的王朝 在蒙元统治之下 中国的传统文化 咱们就说汉族的那个文化 没有断 虽然说文化受到一些破坏 冲击什么的 但是他那个 就是主流是延续的 没有出现什么大的这种 就是这种这种转向 这些方面都让我们认为 崖山之后还是有中国的 只不过这个中国呢 可能他是一个 跟那个汉唐那样的 那个时代的那种王朝 他是有点不一样 但他主流还是一样的 这个说法是 应该是明末清初的 那个时候的一些学者提出来的 因为那时候当时的汉族 又受到清朝进攻 满族的进攻 满族的话也少说民族 当时为了抵抗这个清朝的进攻 也是民族大义都比较高涨 那大家就回顾到宋元时期 想起来这件事情 就容易强调这种 话一之变 民族界限 就会认为元朝不算中国 那是当时的时代造成的 但是客观的来看历史呢 我们认为元朝还是主流上 还是算中国的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那个元朝等于蒙古吗 那不等于 蒙古首先是个民族 现在还有蒙古族 现在早就没有元朝了 其次呢 蒙古作为一个政权 它是一个世界大帝国 就是它曾经覆盖到 亚欧大陆好多地方 但元朝只是说 它中间这一块是元朝 别的地方就不能算元朝了 下面四大汉国 那不算元朝 它跟元朝有关系 甚至可以说是原来的藩属国 但它也不算元朝 就是蒙古是一个民族概念 而且蒙古是一个 曾经是一个世界帝国概念 元朝是一个 咱们中国的一个王朝 但这个王朝也稍微有点特别 和别的王朝有点不同 是这样的一个定位 第三个问题 说反观历史 作为经济比较发达的宋朝 在蒙宋战争中 南宋有没有取胜的可能性 就说蒙宋战争 南宋有没有可能打赢 这要看什么叫打赢了 你要说什么北伐 把蒙古赶走 这个它能力 我看是没有的 当时那个情况就是 基本发展趋势 南宋也是走下坡路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 那时候的人吧 包括汉人 北方的汉人 都认为南宋没希望 那个宁可为蒙古服务 比方说那个刚才说到 那个金朝的那个 副国级领导 叫张天刚 他被妇虏到南宋 他根本就对南宋很不服气 而且他愿意为金朝牺牲 像刚才我们说的 另外一个人好京 他是忽略的秘书 他被南宋关了十几年 那他也不投降南宋 他认为南宋没有前途 事实上也是这样的 所以在局部战争 南宋南宋获胜是可以的 包括在钓鱼城 把那个蒙哥都死掉了 局部的把他战争打退 打退顶住进攻都有可能 但是战争的最后大结局 说你把他给彻底打败 消灭了 这个南宋办不到 应该是冲击时代开始这样的 第四个问题 那个有人说 袁朝读书人堪比乞丐 这是真的吗 袁朝有这样一个说法 久如时代 就是说 社会上的这些人的这种地位 知识分子地位很低 儒生地位很低 跟乞丐并列 就比乞丐高那么一点点 这个说法是个牢骚 不是真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牢骚呢 因为袁朝不重用知识分子 就是说他是那种 更喜欢用那种 各种各种技术性的人才 应用性的人才 你光会读书 知道一些大道理 会那个会创作 这些人再别藏在吃得开 在袁朝吃不开 所以那都是知识分子 读书啊 什么做学问就 好像当不了官 不是说不能当 而是说机会很少 没什么前途 那大家一肚子牢骚 混的怎么混成这样了 就会说 有人说久如实干 这是个牢骚话 不是真的 他也有 他也就是说 我们不说重视这意思 主要是这个 第五个 说请问窃薛军 是查哈尔部的源头吗 咱们现在蒙古 查哈尔部这个概念 查哈尔 这个过去还是个省 现在没有了 查哈尔部呀 比较晚才出现的 在元朝 并没有这么一个查哈尔部 这是后来这个元朝冥亡以后 蒙古军队退回那个 就蒙古人 一部分蒙古人 不是全部 退回草原 然后又从 后来又经过一番变化 又出现一些部落的重新组合 才有查哈尔部的 查尔部这个词可能来自窃薛 但是与窃薛有关 但是不能说窃薛是窃薛军 查哈尔部的源头 那应该说别的部也都有 窃薛军的身份 就是说名词上有点关系的 并不代表说真的是那种有直接联系 或者说就是有相当密切的那种继承关系 第六个 问说实际记载 蒙松战争初期 扩端孤入四川程度 杀了140万百姓 数据是否准确 这也是这样的 这个蒙古打仗确实屠杀很厉害 死人很多 但是这个数字呢 反正我们觉得是有的数字过于夸张了 比方说成都死了140万人 还有资料说西征 说他打巴格达死了80万人 这个我们都倾向于 这数字不太不太 没当时没那么多人主要是 你很难想象成都那个城能装下140万人 而且还死得光光的不太可能 但是蒙古确实屠杀很厉害 他的屠杀是这样的 就是说他是打一个地方吧 那个你投降 我就保留 我就让你那个活下来 不投降 我就屠城 真正屠城之后呢 根据记载蒙古人屠城 他也是有区别的 他有些人是不杀的 比方说 妇女儿童经常是不杀的 不杀以后呢 他带到草原做奴婢 那么各种基础 技术性人才 工匠 医生 就是你有点技术 就这人我用得着 他也不杀 宗教人士 可能有什么神通 什么佛教 道教 伊斯兰教 包括后来 儒家文化 也代表宗教 这种人 他也保护 所以他打下来以后呢 也不是乱杀一气 他会杀 很多人 但是有些人是不杀的 而当时的人口 城市人口也没那么多人 所以我觉得像一百四万 这个 应该我自己觉得不可信 肯定是有很多人 但是多少人 我们不知道了 不会有那么多的 是这样的 第二个问题是 蒙元破南宋 时有多少兵力 这个当时 就是元朝 元朝这个 这个 在北方呀 他的军队 因为有些还要在草原镇守 还得防着那些 他的那些 别的汉国来抢位子 所以他用于 对宋作战的部队 其实是不算太多 我想呢 最多就是二三十万 这里面呢 包括在长江上游 四川那边 就有好几万 在那个地方 在淮东 就是在这个江苏北部那边 又拖着好多军队 真正主力去围困襄阳 打完襄阳以后呢 又就重新编主 沿江而下 打武昌 这支部队 不超过二十万 而且还到处分 在打完武昌 分了一拨人去打湖广 打到江西 分一拨人去打江西 到长江下游 他没几十万多人 不到十万人 几万人而已 但是他又 边打又边收 边南宋的降军 所以他一方面 分出去一些部队 他又收一些部队 最后我想这个数字 我觉得十几万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真正用于 面南宋的 这个 往前推进的这个部队 这是估计的 不好说 还有个问题 这个问题也挺有意思 他说 他问说 那个 襄阳的陷落 与李曾博 贾思道兵的 矛盾关系有多大 这是个小问题 李曾博那时候 好像都不在了 是南宋的 一个主要人物 但是他 他比较早 襄阳时代 他已经 就算没有死 他也早退休了 好像 他和他没关系了 贾思道有关系 据说这个 当时襄阳的这些 守将 对贾思道有看法 而且认为宋朝 救援不利 有的人可能就有意见了 但是他们呢 很多人的贾思道 也切不断 他也是 都是花过钱的 行贿过的 他也 当然后来贾思道 被打倒了 到了元朝 那些人都都说 贾思道跟我不是一回事 我跟他没关系 都都把自己洗干净了 其实呢 很复杂 还有一个问题 对 是说 有学者认为 文天祥被俘后 在就义之前 也有在元朝 当官的打算与想法 但因受儒家 忠诚不识二儒的观念 最终还是应用就义 这个问题怎么看 这个问题比较麻烦 文天祥 到底 对 他文天祥很不容易 很 就是说 坚持到最后 国家完全没希望了 他还是 愿意为宋朝牺牲 当时 甚至元朝派了那个皇帝 因为元朝 宋朝皇帝都投降了 皇帝都投降 皇帝来劝文天祥 我都投降了 你就别坚持了 那文天祥 不让 就是不松口 就是说 你是你 我是我 这都是很了不起的 但是也有资料记载说 文天祥说 那个不是说 随时都是抱着那种 必死之心的 这个吧 我个人看法这么看的 文天祥 绝对不会在元朝当官 这是他的底线 就是说 我是大宋的人 你们 绝不能失截于你们元朝 有资料说 文天祥曾经有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出家 我当个道士 有这样的记载 有人说了 说文天祥 底线是说 我 反正 因为我宋朝已经 恢复不了了 可能 你让我去 出家当个道士得了 也不排除文天祥 是 以此为借口 说万一我出去 我再组织抵抗什么的 但是据说是当时的元朝说 这人不能放 放了说 关键是什么呢 当时南宋虽然灭亡了 南方还是不稳 还有好多小规模的这种 反员活动 所以最后 不光不放他 还把他给杀了 把他成为一个 被人万一给劫走了什么的 成为一个旗帜 所以呢 文天祥 我觉得 他肯定不会再原生当官 但至于他有没有说 可以说 出家当个道士 这个有争议 这个史书里面写的说 他有这么一个想法 但有人认为 这是元朝 有点爱化文天祥 这就 这个就不好说了 只能说 有可能 当官 我认为他不会的 下一个问题 说 胡不列初期 汉人贡献不小 为什么后来 郭家亲的色目人 回回人 说的很对 元朝 胡不列这人 跟汉族 大臣关于最好的时候 就是他上台以前 上台初期 后面慢慢对汉人 失去信任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他们跟他跟汉族这帮人 在那个统治国家的理念上 有点差别 对于那个搞改革 政权转型 他们想法差不多 但是他的想法是 我只能转到一定程度 不能转得太多 而汉族大臣希望他 彻底转 就要跟我们完全 永和才好 这个就有分歧 那么作为胡不列自己 他又是那个 在那个 后方又有 又有威胁 那么整个大蒙古国 草原上的那些贵族 那四大汉国 他们家那些亲戚 对他都有意见 认为他背叛了蒙古传统 他要想把草原控制住 要想把那四大汉国 起码是 起码是还保持个关系 联系 他就不可能 全盘的转向中原 这就是他们一个 根本的分歧 所以后来呢 他觉得那汉人 这些口头 你们谈到一块 而且觉得毕竟是在 我统治你们汉人的地盘 我到了你们地盘上 你们居住你们人多 万一你们要联合起来 对付我 我也有点害怕 所以他宁愿用一些色母人 色母人都是外面来的 在你这儿没有根 我用他牵制你 哎呀 这个我就放心 就这样一个背景 所以他后来用色母人比较多 下面说 下面这个问题就是 关于那个大蒙国 对以后的影响 以及海都 就是当时的 蒙古的保守贵族 沃河台汉国的后代 对忽贝勒的批评 说他背叛了蒙古传统 这种事情 是不是一种夺取正统的 这样的一种 有夺取正统名号的意义 是有的 因为那像 忽贝勒的对手 后来他的那个 他们家亲戚 沃河台的后代 海都他们就是觉得 你背叛了蒙古传统 蒙古传统在我这 所以我要 我不服你 我要那个什么 什么那个 那个 声讨你 但是吧 这个也不是特别 特别强 因为归根结底 还是一种权力的 地位的争夺 所以谁继承蒙古传统 这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借口 到后来 这些西北这些王 发现怎么打也 还是打不过这个元朝 毕竟元朝的资源 比他强多了 所以后来还是双方谈了 说别打了 还是地下人 算了吧 那最后他也不讲这些 什么蒙古传统的 也就是默认现状 所以这个问题 它会成为一种 一种 一种那个 借口 但它也不是一个 真正的决定的原因 下一个问题 说 请问为什么 14世纪以后 蒙古帝国就衰亡了 后来 中亚的 博者 跟蒙古有关系吗 蒙古帝国的衰亡 是普遍的 不光是元朝 那斯大汉国 后来都不行了 都是一百来年 不行了 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作为一个 蒙古作为一个 草原永务民族吧 他去统治那些 跟他环境完全不同的地区的时候呢 他跟那些地方的磨合 没有磨合好 当然这个磨合好 也不见得就 就对他有利 因为那样的话 他民族特色就没了 在中原也是这样 对于统治中原 他还是管理上 还是好多地方不到位 就是说 虽然说转型 接受了汉族这套体制 但是在很多细节上 他总是比较 怎么说呢 就是比较不到位的 所以他这个元朝 你别看见他那么强大 他失落的很快 别的王朝 没他强的 也比他活的长 他才一百来年 他就有点短了 主要原因是 他这个管理不到位 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地区 没模可好 没找到统治感觉 到底怎么统治 感觉还没找着 被人推翻了 只好退回草原 在伊朗 在东欧 俄罗斯都有这问题 所以后来他不是被推翻 就是自己瓦解 自己瓦解 就慢慢的 有的就是突然死亡 有的是那种缓慢死亡 反正最后都不行了 这里面就要说一下 这个帖木尔 帖木尔是 蒙古有关系的 帖木尔是蒙古的 一个部落的 他不是蒙古的 那个核心的 成吉兰他们 那个氏族的 但他是另外的氏族 跟成吉兰他们 也都算是蒙古 他还和成吉兰家族的 那个女子 结过婚 他在蒙古 他在他那个地盘上 他自称驸马 他是成吉兰家族的女婿 他是蒙古人 这没有问题 只不过 他早已信仰伊斯兰教 他已经伊斯兰化了 下个问题 为什么蒙元将 吐蕃大理纳入版图 但没有将 汉藏古土 胶纸纳入版图 就是越南北部 这个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他也很想把胶纳入版图 但是不成 后来打不动了 我 昨天我在学校 我们还聊几个话题 我就 咱们说了一个 比较简单的 这么一个概括 这个不一定对了 气候 打云南可以 因为宗教的一些原因 他招负吐蕃 他也进过吐蕃 进过新南高原 也可以 到越南不成了 太热了 所以他蒙古人在越南待不住 后来 你知道忽必烈在灭掉南宋以后 很想把越南打下来的 而且有一回呢 都是把越南都打通了 什么都打通了 就是北边的军队 从那个咱们那样广西打进去 还有军队从越南南部登陆 由南往北打 由北往南打都会失了 你想越南是个长朝国家 你被人家这样都打通了 会失了 这是一种什么场景 那就基本上灭完了 打成这样了 最后越南还是翻盘了 因为就是这种气候 那种热带的那种 包括那些传染病 天气热了 水土不服 你拉肚子 你打不了仗了 然后越南这边的 他那种抵抗 就是一开始先兼毙亲野 到最后再出来偷袭你 最后还是把蒙古人全部打回来 不是说他不想 他没干成 所以这个 他也没办法的 他的也是有极限的 他的力量 下一个问题 四等人 公用菜刀这些事 有实实实吗 这个我要简单说一下吧 四等人制很有名 元朝的一种民族等级的什么 一般认为是等级制度 但是四等人制这个说法呢 不太正确 就说不能狠死的理解 它是有民族的差别 待遇不一样 但没有 其实并没有被严格的定成四个等级 说都不一样 有好多的那种模糊地带 和那种这个这个空白地带 就大概有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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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 大概可以把元朝看成有这么四类人 这四类人的待遇确实不太一样 有的就是高 有的就是低 但仅此而已 并非严格的有什么都有很细的限制 那不是这样的 而四等人制的这个事情呢 元朝并没有这个词 这是后人给它概括的 这个事有 但是把它概括成一个词 并且把它说的很严格 这是不对的 菜刀这个事 我认为没有 元朝是有严格的武器管制 就是这个对于这个老百姓民间拥有兵器 但是管制很厉害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历朝历代都有这种制度 只不过元朝管的更严一点 菜刀没有到这个管制的很细的底部 元朝管制最厉害的是弓箭 弓箭绝对不可以有 甲咒就是甲 甲是不能有的 就是古代打仗不都得劈着甲吗 你要老百姓在家里弄一套甲放着 这绝对不允许 因为你要它没用 你要准备一副甲的意思就是你想到反 但是菜刀还不至于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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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有一段 元朝有个别时期 有一段管制盐 管到什么呢 这种叉子 农民用的那种叉子 元朝说 这个东西我要没收 这个后来被社会上普遍的嘲笑了 太过分了 这一定也没收 后来等那个人 主管人下台 这叉子的事也就算了 所以菜刀就更不可能 没有的 快完了 最后还有两个问题 我时间差不多到了 说让我解释一下 元以前是小中国 元以前是大中国的内涵 这个内涵 这个说法是来自日本学者 说中国历史呢 元以前是小中国 元以后是大中国 什么意思呢 主要说的是 元以前的王朝呀 地盘都不大 有的王朝虽然地盘大 但是不稳定 就像汉朝党朝 地盘很大了 你说这小中国不合适 但是呢 他的边疆呀 是很不稳定的 有的时候 他能控制 或者控制不了 或者他 就让他控制 他也是很松散的 而元以后呢 大中国 当然这个大中国 也看情况 元朝挺大的 明朝就有点缩小 清朝又很就挺大 但是在他这个大的范围内 他的 特别是元朝的清朝 他的边疆是比较稳定的 而且他控制的很到位 简单的说 就举个例子 比方说汉朝唐朝 你现在看地图 咱们地图上画的汉朝唐朝 咱们都剪了一个最大的时候画 你看 好大 汉朝这么大 汉朝这么大 但绝对不是汉朝唐朝 一直都这么大 他大量的时间没有这么大 就是地图是钻剪 大的时候画 这是一个 会导致一个错觉 而元朝 这没问题了 一直这么大 就不是说 一会儿大 一会儿不大 不是这样的 这就是大中国小中国的区别 而且他同时很稳定 管理上跟内地呢 当然也不一样 但是会比较 比较到位 早期那些帝国 汉唐的建签管理 那都是印第制宜 或者是地方相当的独立性 保持的很多 那就一会儿能管 一会儿不能管 这是不一样的 最后一个问题 你说元朝版图 那个 对 最后一问题 跟这个第一个 刚才问你一样 他问 原实际范围 和后世 我们看到的版图 是一样的吗 就咱们看那个比较 元朝那么大 真的 是不是元朝 真有这么大呀 我们说 他还基本上有这么大 但是却是 那他又不是绝对 百分之百的那么严格 因为对于边疆地区 他的管理 他自然是和内地 还是不同的 还是相对松的 咱们就是那么一画 实际上呢 能不能那么画 他画成那个地图 那样子吧 就是供你参考 不能保证百分之百 和实际情况一样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 咱们看咱们的地图上 元朝的北部边疆到哪 咱可以一直画到北冰洋 没问题 但实际上元朝 不可能管到北冰洋 不是他不能管 他倒没什么可管的 没人 偶尔会有点那种什么 那种原住民 那种非常落后的 原始社会的 那个他管 他也没有什么意思 所以实际上呢 对于元朝的版图 北边怎么画 这个就不好处理 你说我画一条线吧 他也没这么一条线 所以干脆咱们不画了 直接就推到 那个颜色 就推到北冰洋 那也没啥大问题 反正没有别人 没有别的政权 所以这些地方都是说 有可能图上和实际情况 会有点出入 但是呢 实际情况呢 他不可能做的 说的那么精确和 和那个 那个细致 像地图上做的那种处理呢 会比较模糊 但是也说得过去 时间好像差不多了 好的 那我们就到这里 嗯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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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